觀眾朋友們午安 感謝你準時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前立委 許國泰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王宏威 蔡軒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蔡軒好 大家午安 好 巧新的事件 就是跟陳時中隔空對嗆 現在還有後續的話題 因為現在陳時中是酸巧新說 不用再演了 那巧新就再爆料 他說什麼呢 他說快篩乞丐的源頭 其實也是側翼社團 他就點名了科學也瘋狂 他說當初 我們看到松山慈惠堂外面發這些免費的快篩 領取者就被你們罵是快篩乞丐 這個源頭就是來自於這些側翼團體 那我們也看看巧新他就是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側翼 把巧新兩個字拼在一起變成了惡 他就說我就請設計師重新設計一下 我就對著你們來 我叫做除惡 所以現在感覺上面巧新已經是跟這個側翼團體 或者是說有心人士的操作已經在正面對決了 可是陳時中你一直說不要仇恨啊 但是真正發起這些仇恨的話語的人 不就是你的支持者嗎 那更不用說大家都還印象非常深刻 過去陳時中的一些仇恨語錄啊 大家都還忘不掉啊 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國籍的選擇 是可以選的 那已經選擇了他的國籍 沒有選擇到台灣的國籍 那現在就必須要自己做安排 自己要做承擔 對就是這樣子的仇恨語錄 讓大家都忘不掉啊 那所以現在陳時中再講這一番話 就讓大家覺得更奇怪了 因為他說什麼 我的字典裡沒有仇恨職啊 沒有仇恨職的人會講這些話 然後呢 他自己邏輯又是一個神邏輯啊 沒有仇恨職 但是聽到了別人說啊 就是仇恨他 被大家仇恨心裡就很痛 那你的字典裡就已經沒有仇恨了 不是嗎 那你聽到人家仇恨 你應該感覺不到那個仇恨吧 所以你自己的話都講不清楚 你叫人家怎麼支持你啊 這個邏輯先搞清楚一下子啊 那再來再打防疫牌啊 看到說哎呀 蔡英文也站出來啊 陳建仁也站出來啊 在講說啊 一介守護民眾健康 再提到陳時中忍辱負重啊 那陳建仁甚至在講說啊 台北要的團結啊 不是要撕裂啊 很多人就在謾罵抹黑台灣的防疫啊 不好意思喔 我們真的都沒有謾罵抹黑喔 我們都是在講事實啊 有沒有排快篩 有沒有排口罩 有沒有排疫苗 有沒有差一點 大家都打不到疫苗 這些不都是事實嗎 什麼叫做謾罵跟抹黑呢 只要質疑你們的 都被貼上你 這種謾罵抹黑的標籤 那你們不叫做仇恨職嗎 那再來我們看看啊 這個波波牙醫喔 這件事情叫四百醫學生躺平抗議啊 但是卻也看不到任何的主管高官啊 出來接受陳情喔 但是呢 蔡賴蘇昨天都出席了醫師節的活動啊 在圓山大飯店這裡 可是呢 牙醫團體仍然是對於陳時中是不買單的 所以再怎麼樣說 好像跟醫生站在一起 欸你先把這些問題處理清楚吧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啊 陳時中他在做什麼呢 就在這些醫界正在陳情的時候 波波牙醫醫學生們 這些醫學生覺得波波牙醫事件啊 他們覺得躺平的時候 那可是陳時中啊 是怎麼樣 欸在那邊另外站台啊 就講說啊 運動的權利也是責任啊 結果呢 就是呢 很像無良公關事件 閃得越遠越好 欸我就當作沒有看見你們就好了嗎 再來另外蔡英文現在跟陳時中 是不是都要綁在一塊兒 你就看到一個非常離奇的事情 不同的民調出來的結果 竟然有這麼懸殊的差異哦 自由時報今天頭版消息告訴大家 陳時中的台北市長選舉支持度 高達34%啊 還遠超蔣萬安哦 蔣萬安只有28%啊 然後他還講說啊 蔣萬安的看好度啊 還就是感覺上面沒有提升太多啊 那陳時中的話 這個表現非常良好 網友就說 可是我們都還記得 自由時報之前告訴我們 2020年12月 輝瑞疫苗我們也買到了啊 這個機艙什麼 加裝液態彈冷藏設備 隨時出發 結果咧 後來還要民間買啊 所以人家又質疑 這個可信度到底是怎麼樣子呢 另外今天也看到中廣 也有最新的 蓋洛普民調出來 就是說蔣萬安的支持度啊 還大勝陳時中12% 他的支持度到了34% 跟陳時中 這個蔣萬安到34% 跟陳時中黃珊珊拉開了非常大的差距 怎麼會差那麼多呢 這同樣的都是民調 但是調查出來結果竟然有那麼懸殊的差距喔 所以現在蔡英文只好使出最後大絕招啊 就說請投給我的朋友們把票通通都投給陳時中喔 那就有媒體人在解讀啊就說因為呢 如果一旦選輸的話 這個黨主席下台就是慣例喔 但是他覺得可能蔡英文到時候會繳 這個林喜要出來承擔責任 他覺得蔡英文不會辭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主導2024的初選喔 他也要再掌握到 接下來民進黨2024的人選嗎 這個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洪威姐 我先講一下 就說有關仇恨值的問題 因為最近陳時中一直在強調說 他的字典裡面沒有仇恨 然後每次談到他被人家仇恨的時候 他就開始哽咽 他已經在很多不同場合去哽咽了 可是大家想看除了徐曉星提到的 也就是當時在發快篩 沒有快篩劑的時候 有公廟願意去發快篩劑 那個慈慧堂就是我們松三信一個很大的公廟 結果你的側翼竟然說這是乞丐快篩 當時黃陽明就已經踢爆 這個側翼當時就是為了在四年前 台北市長選舉之前成立的 因為他大概是配合選舉成立之後 他就開始在攻擊誰呢 攻擊柯文哲跟攻擊丁守中 幫著姚文哲在攻擊 所以當時就是你們側翼 那他一直存活到現在 果然在繼續的發揮他的戰力 所以真正的仇恨到底來自於誰 那大家可能也沒辦法忘記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母親 我記得當時藝人徐曉可 大家記不記得 她因為她的小孩沒有辦法打疫苗 所以她當時是不是在網路上 曾經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去提出質疑 結果所有的側翼網友出征她 出陣她道歉痛哭道歉 然後把臉書給關了 還有一個藝人叫做郭彥均 記不記得那時候也是殷疾的關係 所以當時很多這個小孩子 他那個就是去世 那很多人都非常擔心 所以郭彥均在他臉書裡面 就講了一個很多孩子都走了 其實那時候是很多 包含第一線醫護人員的一個新生 結果郭彥均的下場是什麼 同樣被你們這些側翼去出征 然後用仇恨值的方式讓他道歉 讓他關臉書 我請問一下 當時陳時中你身為指揮官 你有沒有為徐曉可 有沒有為郭彥均講一句話說 大家不要用仇恨的方式 去面對對疫情下受害的人 你有沒有 你並沒有啊 所以你現在等到你要選舉了 然後告訴你說 啊我沒有仇恨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也不能夠對立 那你之前幹什麼去了 所以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 你不要雙標 你自己覺得你被仇恨了 你就哽咽 別人被仇恨 痛哭被出征 關臉書 你都覺得無所謂不是嗎 另外我想回應一下 就是蔡英文的態度 蔡英文現在呢 不管是台北跟桃園 大家可以看到 他卯足權力去服選 當然這跟他的權力的保衛戰有關係 因為過去民進黨的慣例 如果在選舉選不好的話 那恐怕你的這個黨主席也不要做了 即便蔡英文最後會被辭黨處理 這是民進黨的家務事 但是我必須講 蔡英文他會不會變成一個跛腳的主席 會不會變成一個跛腳的總統 亦或是他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不惜的去操弄這種族群更對立 甚至抗中保台來鞏固他的政權 這個是我們比較關心的啊 所以現在可以看出來蔡英文他面對一個權力的保衛戰 如果蔡英文台北也輸了 桃園也輸了 我認為啊 以民進黨的這些派系 蕭勇善戰 蔡英文當然要負起責任啊 但是我最怕的是如果你們在選後 繼續操弄繼續操弄仇恨是為了鞏固你的政權的話 我覺得才是最悲哀而且最不可原諒的事 好 請教友之哥 這場選舉我覺得仇恨子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其實已經分出勝負了 你看這次中廣這個民調跟那個自由時報的民調 自由時報民調有機構效應 這個我只能講機構效應 我夠含蓄了吧 我已經很含蓄了 很隱晦了 對 很隱晦了 那現在有很多人在講說中廣蓋洛普民調如何不準 那你們中間那個黃色為何民調差那麼多 那蓋洛普市民調 他是平常都有在各個地方做TEST 這中廣的蓋洛普民調除了數字出來之外 因為平常比如說他有去做宅宣 你們女生喜歡用化妝品是香味多一點的 還是香味少一點的 那這種資料都在蓋洛普市民調的後台 所以他可以顯示出的是什麼 顯示出整個民調的男生女生比例比重 喜歡程度 這個民調一出來就代表了裡面 除了機構效應之外板塊的位移 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數字要看的 第一名幾乎快要是第二名加第三名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第一名蔣萬安34.5多 陳時中22 現在黃珊珊只剩下十幾 十七 十幾 十五 十六 也就是後面兩名加起來是38 前面兩名加起來34 前面第一名是34 蔣萬安已經甩開了啦 這個你還要怪什麼仇恨值 我想請問 陳時中 你現在在把仇恨值減低有什麼用 因為你已經造成如此大的差距 這差距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告訴你的仇恨嘛 我們只希望你從這些仇恨值講一個道歉 包括你剛剛那個態度 你還記得他那個時候九十幾%的時候 國家自己選的 你們必須自己去處理 這個仇恨值有多高 我當時連做十七級 我跟你講我做一級哭一級 你知道有多少小民跟他的爸爸媽媽 困在湖北回不來 有的公司倒閉 一口氣賠兩百多萬三百多萬的 有的北一女 兩個北一女 考上之後急著不知道要怎麼面試的 還記得有個學有病的病童 我們去送那個真的 對 沒錯 虹惟姐 播一次十七個故事 我聽一次哭一次 你知道那個背後有多少 是人家家庭的生計女兒的未來 這個仇恨值怎麼來 你還要問我啊 光十七個家庭 那時候困在整個湖北的將近一千個家庭 現在回來台北市投票了啦 就這麼簡單 你現在看到的差距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再吵 我們仇恨值我們有沒有討厭你 討不討厭你就是過去的事了 你過去的討厭 其實我們這幾個月等待的是什麼 對不起 沒有啊 你一直拗一直拗一直拗 連小民事情 連萬華破口事情 你都推給別人 我說實在的 你只要陳時中願意在前面那兩三個月 有一句道歉 我跟你講今天仇恨值不會這麼高 我今天跟人家這樣說啦 用萬華破口跟你說這樣可以嗎 人家討厭你 是你自己做出來的啦 你聽到嗎 人家討厭你的仇恨值 是你自己造成的 但是 仇恨值不是不能減 是你自己繼續維持的 所以你看 徐曉星這個 踢爆的這個群組 我偷偷跟各位講啦 跟蟑螂一樣已經釋散了 但是 已經有人傳給我了 他們又跟變形金剛一樣又組合起來了 另起爐灶 又一個新的了 我真的覺得 你民進黨要用這種仇恨值 真正的仇恨值在這裡啊 就是這些群組 就是這些側翼 那些不堪入目的話 你還要仇恨多久 是你們繼續操作仇恨 不是我們 所以國泰哥 這個很有感 以前的民進黨好像也沒這樣 其實 從蔡英文執政以後 仇恨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嘛 不是選舉而已嘛 你看他製造多少仇恨 對不對 他去沒收人民的財產 去沒收國民黨的財產 這不是仇恨嗎 他去沒收那個水利會的財產 那不是仇恨嗎 他認為你不聽話的我就整理嘛 就這麼簡單啊 你現在是選舉的時候 大家有機會曝光出來 曝露出來而已嘛 對不對 這個其實仇恨是他造的啊 就像陳時中 你明明知道他的防疫 這個指揮官做得那麼差那麼爛 你硬要推他上來啊 被百姓罵死活該啊 我說句實話啊 對不對 其實仇恨我說 總規矩就是 民進黨的執政無能 就製造仇恨嘛 叫那個側翼去攻擊人家嘛 結果這個打臉打回來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嘛 所以現在這些側翼變成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對 對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吹哨子撞膽 自己 對 結果館長下面留言麻煩 你哪來的自信 好好好 50萬票耶 比當初鄭文燦少一點點 他只有50萬的30%都拿不到的 好 謝謝我們線上的朋友 我們現在線上3000多人 現在還可以講民調 現在還可以 禮拜三才不行對不對 對 倒數10天才不行 好像禮拜四吧 我看一下現在倒數幾天 禮拜三16號 現在是12天吧 我記得 倒數12天 還可以再講兩天 講到禮拜三吧 禮拜三那天還能講嗎 禮拜三那一天倒數10天 這是一個模糊地帶 要確認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都已經算是 最後封關民調 是不是就是要避開 因為你說禮拜二再公佈 禮拜三一定會去講 那代表禮拜三應該當天不能講 所以大家都要搶今天 對對 不然 不然你禮拜三的話 禮拜四根本連報都不能報 對 禮拜四是不能報的 其實也不用報 選舉為止報民調走什麼 大家新政都已經一定了 明天應該會再公佈一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時尚到底 謝謝廈門王世堅 謝謝 Guy Feng Jin 是這樣唸嗎 桃園我們做到上禮拜 只做桃園 不是只有三個地方嗎 還有新竹 桃園 台北 新竹 新竹應該下禮拜 應該明天後天 不是新竹 謝謝司空宇墨 謝謝 我們新竹公佈了 好 新竹公佈了 這裡字 那我還有一個是什麼 好 OK 我們不是只做三個 好好好 那有個雞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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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有在丟了 真的很笨 得罪我們幹什麼 他已經得罪好幾次 他上次講那個什麼 就是 新竹公佈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D&A 謝謝D&A 兩次都讓她們 D&A D&A 是這樣嗎 謝謝喔 好 我們現在都得要VPN 有很多人說 人數稍好多 對啊 我們也是不情願這樣的 但是 好像很多人轉去看電視 我們最近電視收視都 會高 都很高 應該是新聞吧台第一吧 我們 電視都轉到電視去看了 所以網路上面看起來人少 但是其實還是很多朋友看的 謝謝大家 為什麼不轉去中天 轉去中天 你說網路上的 網路上的稿是不是 對啊 因為 喜歡看我們 所以就始終來看我們 齋萱萱的始終 中天沒有因此而得利 還是有一些轉去看中天 就是懶得翻牆的 其實 也是有一些轉去看中天 好幾天沒看到齋萱 兩天而已啦 我是六日休假 因為好幾天沒看到州長 上週州長休比較多天 對 好 謝謝歪歪 好 下一段我們來講那個桃園 桃園真的很多光怪陸禮的事情 等一下國泰哥可以好好跟我們爆料分享一下 這不是爆料 那是事實 都不知道桃園可以這個樣子 掀開來裡面這麼多內幕 但是鄭運鵬自己感覺很良好 他說他一定上 說自己一定會拿50萬票 好 現在桃園喔 大案陸陸續續先出來 就是宮城的弊案怎麼都沒有停過 我們每天看每天都還有新的料 這桃園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這個村長就是這個 揭開弊案的這個主要的這個 生力軍啊 他講說現在這個桃園的圖書館 在歷次的審查會議當中 都有發現到說這些設計單位所提出來 停車場的單價跟這個桃園市圖書館 這個跟自辦其他的這些停車場的案例喔 就比起來 人家價格就是你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你比人家貴兩三倍啊 那他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最後決標金額 仍然是用這些設計單位所提出來的價格喔 所以就高達一億八千九百多萬元啊 所以看起來這當中 是不是有很多的油水 但是流向了誰呢 不得而知喔 總之黑目重重啊 再來我們看到 詹江春也講到說 這一次不是違章的這個電影院二三樓嗎 他們說改為這個美食街喔 市政府是講說 我不知道這些承包商會這樣子違規使用啊 可是公文上明明就顯示說 當初承包商都有出示過這樣相關的公文啊 還講說啊 希望桃園市政府同意使用瓦斯明火 而且呢 市長也在營運公司的記者會上面 都已經講出這些違章的營運項目啦 那你們還要裝不知道嗎 你們自己開記者會說 欸我們有改成這個 不是用改這個字啊 就說啊我們有什麼美食街什麼什麼 但這些都是違法的 你們現在再裝不知道 是不是有點太假了呢 那另外我們就來問一下 這個桃園市政府這些相關的問題喔 比方說什麼拆樓板位依規定啊 那市府雖然要求承包商得要復原喔 但是這個復原按建築法規 其實是必須要用重新申請建造的 不是用復原的方式喔 否則會有這種坍塌火災的危險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這個桃園總圖 這個包商 請問他禁字違法這些施工時間 這個桃園市政府是什麼時候掌握到的啊 他們就說總圖喔 大概是11月12號回報說 有這個違法疑慮啊 那經過勘檢之後確認違建 那具體時間應該是上個月吧 那可是市府沒有做到例行檢查 就這樣確認 就讓他們施工嗎 然後他說啊沒有啦 整個工期喔 還沒有進入到勘驗時期啊 所以他們就自己施工 反正就是撇得很乾淨啊 就是說哎呀我們也很快掌握啊 可是他們就自己先弄了 就這樣子 可是這種說法大家能接受嗎 另外我們來看看這個桃園羽球場啊 大家知道這個CNN都看見台灣啦 因為他上面羽球場的天花板被震塌了 結果鄭韻鵬去到這館長的專訪的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他是台大土木高材生啊 結果呢他就在那邊講說 我們震動不是有垂直震動跟水平震動嗎 P波S波嗎 他就講說啊這樣混合起來就坍塌了 人家在想說你在扯什麼鬼話 難道跟你同樓層的都塌了嗎 我們來聽一下 就是所有人都想要聽的 就是為什麼那個運動中 就是天花板會掉下來 那個狀況我自己判斷 我這個我還沒有看過報告 因為921的經驗 讓我自己學矚目的讓我知道說 原來你遇到地震的時候 你還有共振的問題 所以921我一些前輩 他們講說為什麼那時候倒塌的是 7樓14樓21樓 因為剛好那個高度跟921的那個政府是共振 共振的時候他力量會更大 更容易危險 好所以他就講了一個很神秘的共振 就是因為共振 所以在那個五層樓 那請問桃園所有的五樓建築 是不是都有發生類似的狀況呢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你的講法不成立呢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選前兩週 藍綠也在這邊積極的拼戰 那蔡英文就是第八度到桃園 來替鄭運鵬站台 結果很尷尬 為什麼呢 常萬的民眾突然喊 蔡英文下台啊 那網友在那邊講說 這個你怎麼就把人家給驅離了呢 你以前不是說 如果有生氣的話可以拍桌 拍桌這樣子都還沒有拍到 就已經被你驅趕走了 因為你一開始叫人家大聲嘛 大聲也不行嘛 說第三次就可以拍桌嘛 現在人民完全通通不行啦 沒有任何管道可以見到蔡英文啦 所以講一套做一套 另外呢我們也翻到之前 其實不是村長也有貼出來 欸你那時候要去桃園啦 人家民眾只不過要去到超商裡頭 結果15個員警包圍一個民眾 民眾就這樣拍下來 就講說我是有什麼通天大罪嗎 我只是要去超商你們擋到我的路 這樣也不可以經過 還有呢前幾天啊 就上週的時候 有男子吸玩具槍現身這個桃園造勢場 人家就覺得更莫名其妙啦 就說那個場子裡頭幾乎都是動員過去的啊 然後我們就問了警方 警方就講說 欸沒有什麼具體證據說是這個動員啊 因為那邊是什麼夜市啊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掌握到人流 哎呀這下就被逮到了 因為我們上週就在講說 是不是又要開始復刻319槍擊案了呢 又要開始講說是阿公的陰謀嗎 阿公要欺負台灣人了嗎 又要開始用這一招嗎 果然啊 鄭運鵬就講說此次選舉有境外勢力介入啊 然後桃園市的警局講說 阿我們現在無法查明這樣的身份 那我們真的是退一萬步都不夠 退十萬步問一下 請問境外勢力會拿玩具槍來介入嗎 需要拿玩具槍還是要拿真的槍啊 真的我們真的每天都在被考智商啊 另外鄭運鵬也展現出他自己的高度自信啊 他上網路節目的專訪 他告訴大家他會上 他會勝選當桃園市長 而且他估計自己拿五十萬票 五十萬票 五十萬票 為什麼要重複兩次 因為當初呢 鄭文燦也不過才拿五十五萬票 看起來鄭運鵬 覺得自己的氣勢非常驚人啊 他說我掃街看到選民的反應就知道 知道了 這不看民調數字 光看選民我就知道我贏了 有沒有超有自信喔 那五十萬票相當於多少呢 相當於可能差不多要過半的一個選票喔 所以就看起來 這個穩贏了嗎 綠營穩拿這個桃園了嗎 現在感覺起來好像不是這個樣子耶 那國民黨他們自己做出來的民調是說 張善真民調大概會贏十%左右 但是我們也要溫馨提醒一下 因為國民黨民調常常不準喔 通常好像要扣個十%左右 好像比較符合最後的結果 所以現在看起來 桃園的基本盤對決啊 藍營不容樂觀 綠營也不容自己這麼的有自信吧 我們先來問一下宏偉姐 我一直覺得就說 鄭運鵬喔 看起來他很有信心 他可以拿五十萬票 因為鄭文燦 他第一次是拿四十九萬兩千票 然後第二次拿五十五萬票 他可能把加一加然後除一半 然後他覺得可能就是他自己的票 可是如果今天鄭運鵬這麼有信心的話 剛才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這個國泰委員講 這麼有信心 請問一下蔡英文幹嘛一直要去桃園 對不對 蔡英文可以到其他的縣市啊 是不是 那你鄭運鵬也可以到其他的縣市 來助選一下不是嗎 另外一個 鄭運鵬如果你這麼穩的話 你們也不會放出一個什麼台積電 要到這個龍潭科學園區去設廠 然後包含什麼經濟部跟台積電 都不敢證實的一個消息 也不會去扯這個事情 來想要辦法幫你來拉抬你的選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鄭運鵬 是吹哨子壯膽啦 我要特別說一下 剛才講說 因為太關心桃園選情 蔡英文第一次是把林志堅 所謂的小英男孩到這個桃園 可是呢沒想到林志堅呢 因為論文抄襲整個的退選 退選之後呢 他們再找一個再扶植一個鄭運鵬 所以桃園事實上變成 蔡英文未來他整個的權力保衛戰的 關鍵中的關鍵 所以你才會看到蔡英文這麼緊張 那可是問題是 你做的是總統耶 你領的薪水是人民給你的 不是民進黨給你的好不好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質疑 蔡英文請問一下 你真的在做總統嗎 總統是你的兼差嗎 我這幾天我都一直在講 大家去看蔡英文的臉書 蔡英文的小編 對不起喔 也不是民進黨去付錢的 是我們的納稅人去付錢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臉書 好兩三天來幾乎全部的 被選舉來洗版 通通都是他去服選的場地 我就說除了一個什麼醫師節快樂之外 在他的臉書 在我們總統他平日的生活裡面 沒有治安問題 沒有通貨膨脹的問題 沒有我們關心的社會安全網破洞的問題 什麼問題都沒有 只有選舉啊 那今天又有一個新聞出來 大家也很關心 蘇貞昌不是也是一樣嗎 身為新政院長到處服選 然後呢因為這些大官出去服選 都要交管 結果搞到這整個路口 大家大排長龍 很多的這些 不管是汽車機車受不了 在那邊巴巴巴 整個蘇貞昌的車隊過去 大家忍不住去巴他 需要到這樣的地步嗎 你們的總統也好 院長也好 你們真的在關心人民嗎 還是只是關心鄭運鵬呢 所以我必須講 當鄭文燦想要以所謂的五星級的市長 去拉抬鄭運鵬的時候 可是問題你拉插嗎 你破功了嗎 沾江村村長最近所提出來 總圖 你知道嗎 桃園總圖被桃園對外宣稱是 全台灣最美的一個圖書館 結果裡面漏洞百出 現在還有重大的公安問題 可以隨便的二公 桃園市政府根本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如果你今天所謂的五星級的市政 只是用雜錢做行銷 大內宣造成 但是呢 你的公共工程根本不堪檢驗 我想待會國泰委員應該更清楚知道 他的這個執政事實上 所謂的五星級只是騙人的 只是假的 經不起檢驗 而你經不起檢驗的狀況之下 當然鄭運鵬現在的選情 當然拉緊報 好 我們來問國泰哥 我以前一直講說天意 如果鄭運鵬會當選 就沒有林志堅那個假協力的問題 也沒有那個棒球場的問題 如果說那個鄭運鵬的五星市長 是那麼穩固的話 就不會有那個三級地震 那個十二億的工程去垮掉的問題 你知道嗎 桃園市沒有一間民宅 包括百年以上的古蹟都沒有垮 就是你十二億的工程垮 對不對 你知道 剛剛不是講陳時中講說 那個自由時報說他民調多高嗎 連自由時報這個專門在為民進黨 講話的那個報紙 你知道嗎 他是一訪問說他 鄭運鵬只可以得到 鄭文燦的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選票而已 鄭文燦五十五票 四十才二十萬票嗎 他怎麼會當選呢 就上次我講他 他說我說他的本命區 就是龜山跟爐竹 他一定慘敗 因為他大家 我在那邊跑大家知道 每個人都在罵他嘛 幾乎沒有不罵他的 真的啊 他怎麼會贏呢 你知道嗎 他聽我這樣講 用媒體我找他 你知道嗎 他去特別用電視 找人家去電視去訪問 說那個爐竹跟龜山 他都有人出來跟他講話說 那個他做得很好你知道嗎 我說如果他做得很好 就不用這樣講了嘛 為什麼要去登店 去電視發錢去做廣告做什麼 對不對 這是十地無雲三百兩嘛 就像剛剛講總圖書館 其實他上個月就要去撿採 你知道嗎 後來因為知道說有問題 因為他所有的工程都有問題 所以他不敢去撿採 他把它延後 你知道嗎 其實你知道 他曾經有一個工程做兩三次撿採的 你知道嗎 他把它分斷嘛 所以這個現在他的五星級市長 已經因為那個地震把他破功 所以桃園人以前都 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會 都會支持他 他做得很好 因為那個地震以後 大概剩下五十趴左右 現在越來會越差嘛 越到選舉大家越清楚 你知道嗎 而且鄭永鵬本身真的又懶惰 現在又被那個 游志斌去跟他嗆說中國鵬 他根本沒有辦法回答 他去敗票你知道嗎 游志斌就跟著他去 去到最後他就沒辦法 只有跑了 他們以前我就感到很奇怪 以前我們民進黨 各個都能言善在你知道嗎 現在被游志斌一個人攻擊 他所有的那個民進黨候選人 在南區的候選人都跟鄭永鵬在一起 結果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去回答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現在 民進黨執政現在都是用騙嘛 用壓榨 用騙的方式 所以民進黨 我的預估 民進黨這時候一定會慘敗 會比2018年那時候會輸得更慘 因為我看到剛剛那個先生 他講的你知道嗎 那個有志啊 他講說他去蘇清潔那裡 我看到蘇清潔 看到那個柯茲恩 那個演講場那個氣勢 就跟以前我們黨外人士 在跟國民黨競爭那個氣勢出來 這個是我說會翻盤會翻到很厲害 我不相信說那個陳其邁 那個什麼那個 周春明 周春明是嗎我不知道 周春明 還有那個台南的 他們都會贏 我不見得 你看台南現在不是用那個有人去掃射嗎 對不對 他們就怪說那是黑道 我跟你講不見得是黑道 可能就是因為他欺壓那個工程 就是說我包工程 你全部給 你知道嗎 或是說你刁難刁難 或是人家火大叫人家去開槍 就跟以前早期你知道嗎 你們大概年輕的不太清楚 早期一個立法委員叫做那個 以前那個在雲林的你知道嗎 叫蕭什麼 蕭天站 不是蕭天站 一個蕭什麼 被人家槍殺掉 那個根本不是黑道 那是幫他做事做工程的 他不給他錢 最後人家公司也垮了 員工也發付出薪水 全家就等於破滅 所以去殺他 你說那像會有工程去殺他那個兩個議員 是那個台南市長的大將 你說他會贏嗎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懷疑 除非他坐票 我跟你講除非即使民進黨大坐票 但我也可以跟各位保證 即使坐票一定發生問題 這個他可能原政權 因為有天意是不是 一定 他很可能就坐票 就跟我以前 我哥哥大概 在中立事件那個發生那個一樣 現在明星 已經在反民進黨反得很厲害 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國泰哥你看那個桃園那一邊 所有鄭運棚的場子 那個氣勢沒有像以前那一種 我跟你講不是氣勢 他們都動員 一個人花兩百塊去動員 一台車子八千 飯包一百塊 還車費大概這樣子 你知道嗎 上次在一個北區的那個進行 那個演講會 蔡運文在上台講的時候 大家一直往後面走 就一直離開 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這個動員來的沒有用 他最後有一次動員 是動員那個像水利會 那些可能比較不敢走 因為他公家機關 但是不敢走 水利會的那個很多幹部 罵的鑰匙你知道嗎 他人民的財產被他沒收 你說水利會會支持他嗎 不可能 只是動員 沒辦法 你叫我來 我是變成公務人員一樣 不能不去 所以得得到我的人 得不到我的心 就算動員我們來 我們心也不在這裡 我再跟你講 這用彭時一定落選 沒有比賽的機會 現在就是說那個鄭寶欽 因為我是鄭寶欽總幹什麼 我一直跑 鄭寶欽的政見 現在我們去訪問 他的政見 你知道嗎 大家認為四個候選人的政見 大家接受他的政見 說他最好的 你知道四十九八 還有在地人的呼聲 已經起來 很多人講說他民調很低 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知道會查水表 說要支持鄭寶欽的民調 沒有誰要講 沒有人要講嘛 大家也不要講說我支持他 我為什麼要把你的 我的電話已經讓你知道了 你要叫我支持誰 他可能真的不能講 他就亂講 他不會講支持鄭寶欽的 假如他訪問到我 像我們這個不怕死的 才會去講說 我要支持鄭寶欽 真的很多百姓 不會這樣講嘛 好 我們來問一下友智哥 寶欽哥很可惜 他應該在論述上更清楚 但是其實你看民調都知道 現在是藍綠歸對了 我講真的是好事嗎 跟委員講 你不覺得現在的國民黨很像民進黨 你看南部那三個像不像民進黨 真的講起話來那個氣勢 我上上禮拜一路從桃年到蘇清泉 那個 我跟你講 那個 謝榮介 他雖然變黑了 我本來想說他打成這個樣子 應該整個臉 那個胡麻麻 情形很萎靡 沒有 他意志超堅定 他講起話來好有自信 但是我知道他身體很累 那個蘇清泉更不一樣 我跟你講 如果有媒體焦點在他身上 我講真的 他會是金句連發的下一個韓國瑜 他金句也非常多 他們三個那種打起來 因為沒有美光燈 說實在 但是他們很有自信 他也知道說贏的機率不高 但是我很努力 也許我翻的機會啊 所以那個衝起來 那個蘇清泉在台上 那種眼睛亮的 我真的同意 那個委員講的 也許啦 這一次民進黨不會 你說贏 我覺得國民黨還是有點困難 但是不會贏得這麼好色 我覺得光這個就夠讓他好受 再往這邊看 連桃園 你看詹江春 詹江春平常不是一個 非常會蒐集資料 講到蒐集資料 就是洪威姐啦 我講真的洪威姐跟詹江春 這次村長很厲害 但是村長有沒有真的 真的毛起來拼 我講那是因為什麼 也是因為剛剛委員講的一樣 一個是自信 另外一個是什麼 人家相信 因為現在的老百姓 我相信國民黨這些人 會幫我把這些料爆出來 我交給你們一定會幫我弄出來 所以詹江春手上收很多東西啊 大家一想到誰 洪威姐 只要台北的 現在只要是縣市長級的資料 會想誰 洪威姐啊 因為我相信你會幫我爆出來 這叫什麼 老百姓不滿 不滿什麼 就是因為這些工程嘛 我打個羽毛球 我去做個飛輪運動 不是那邊傷 那邊壞掉 就是我今天要排隊 排不到 亂七八糟的 我反應在什麼身上 我不知道 我就拍照給詹江春啊 我縣市長哪裡不高興 我就拍了資料 就給洪威姐啊 所以這些民調仇恨 現在民進黨打那麼辛苦 沒有一個是我們造成的 隨便我再講一個不好意思的 洪威姐 國民黨這次挑出來的候選人 你沒有多強啦 我講得這樣 不丟臉吧 今天搞成這樣 是因為你民進黨 自己太傲慢 絕對不是張善政 蘇清泉 什麼那個謝國良多強 不是 是你民進黨的待人處事太爛 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王周忙回來 好 美好 美好 張善政出去外面 也不懂得怎麼握手 什麼都不會 他就是被民進黨這樣一直打 一直打 高鴻安也是這樣 大家反而就覺得說 偏要跟你唱反調 因為只有這一招 他只有這招而已 所以 民進黨不是 民進黨自己做的爛 他要把別人也拖下水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也接一個 民進黨立委的公關案 你知道嗎 我做到第11天我就退掉了 真的 你知道為什麼 前面10天的開會 全部都是攻擊 攻擊 攻擊 連攻擊9天的策略 我說有沒有宣傳 有沒有行銷 宣傳等一下 攻擊攻擊攻擊 連講9天 對啊 我真的接不下去耶 我說我怎麼接你案子 你沒有宣傳 我專長是宣傳 好長的負能量 你要攻擊攻擊攻擊 對啊 第10天我就把錢退一退 攻擊就是最好的宣傳 我以為你以前這樣 以前這樣攻擊攻擊攻擊 沒有 我選舉是從來不攻擊的 所以我跟以前國民黨 現在怎麼變成這樣啊 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民進黨已經完全 我為什麼會反對民進黨呢 就是因為現在民進黨完全變職嘛 民進黨怎麼可以在立法院 你透過多數 你對某一個團體去制裁 像莫說國民黨財產我就很反對 你不能這樣做啊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對單一的團體去 你立法院實在一個全民可以共同接受的法律 我以為你說 現在仇恨子是不是應該去做起來 當然去做起來 剛才我說 我們民進黨從頭開始就知道仇恨 對 他就是跟你仇恨 把這個種族撕裂 但現在台灣人民很多也知道 包括南部我跟你講 真的啊 南部也都知道是這樣子 對 真的啊 慢慢都在心 可是那個場所會這麼熱 不見得他會輸 這個民調沒有 一局選舉 你前面很強的 後面開始別人追上來 那個是很可怕的 我跟你講 寶欽哥是因為被藍綠對決 夾殺掉了 嗯 好 好好好 好 好我們等一下來講現在幫派有多囂張 行政院周遭都傳槍響 對 對 東森門口 對啊 就是那個地下道那邊 那個在囂張的 就三台車競速 然後還撞車 然後一個人死在車上 天啊 台北都這樣子 你這是不是高潭市 是 那整個 好 好 他因為不是說要掃黑嗎 要終結黑金嗎 要讓這些黑道 無所遁形嗎 但是現在 連行政院門口啊 今天早晨都傳出了槍響 就看到人家講說 有這個幫派背景的黑衣人 在行政院前飆車 然後就到了這個 忠孝西路的地下道追撞 然後結果第一台車 就整個翻掉了 還釀成了一死 然後另外下車的兩方人馬 還繼續下來火拼 然後最後是警方出來 然後攔阻之後 他們還襲警啊 這在幹什麼呀 這是台北市啊 讓大家覺得說 天啊 我們台北市都變成這個樣子了 這整個台灣 已經不是我們印象中的台灣了嗎 那更不用說 前幾天台南啊 一晚狂轟88槍 現在已經發生了5天了 現在槍手到現在還沒有落網喔 那到底是我們的辦事效率 到哪去了呢 所以龍健先生在講說 抓不到真凶是不能 還是不敢 要不要講清楚一點 警方明明握有這些 掌握到嫌犯的行蹤喔 那結果到現在 卻只能抓到 疑似的接應者 到底是有什麼 顧忌嗎 是抓不到 還是有什麼 不可抓的地方嗎 所以龍健先生 對這件事情非常火大 我們人民也對於 這件事情非常火大 更不要說 詐騙橫行喔 家庭代工都變成了 人頭賬貨喔 因為這些家庭代工的弱勢貨 已經變成這些 詐騙集團的這種眼中肥羊啊 專門找這些想要做一些 家庭代工補貼的人喔 那他們現在這個4個月 已經破獲了17團 抓了上百人啊 看起來 處處都有求職陷阱 處處都有賺錢陷阱 台南這邊的低薪喔 也是讓這個6個男女喔 為了4萬塊錢 也不是什麼高薪喔 不可思議的高薪 只是一個差不多的薪水 然後就淪為這個求職主宰 在旅館被囚禁了8天 然後手機啊 證件啊 全部都被搶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是 低薪世代了 努力求職的低薪年輕人 只是想要找一個 還過得去 4萬塊不為過耶 4萬塊算一般般啊 你可能出社會幾年 差不多就這個薪水了 這樣的薪水的職業 都有可能是 詐騙集團背後的陷阱 那代表說我們現在的 管理非常的鬆嘛 我們的政府睡著了嘛 那另外我們看看 監委調查 今年上半年喔 投資詐騙就有高達 1066届 財務的損失高達6.7億喔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 那種社團啊 甚至還有簡訊喔 我相信我們大家在座 可能都有收到 那種簡訊說啊 那個什麼投資 什麼什麼 你加我的LINE 什麼這樣子的訊息 多得不得了 台灣已經淪為詐騙島了 那我們看到現在都是基層員警啊 非常奮力在拼治安喔 比方說像台南的警方喔 超了56個賭場跟黑槍 要斩斷15億的非法金流 那台中這邊也在掃蕩人蛇集團喔 說查獲36個成員 救出7名被害者 但是我們的高官就是問題所在 高官本身自己黑目重重啊 東森新聞他們有報導說 這個招待所有電眼啊 留下了非常多警戒百官的刑機喔 而且也被拷貝下來了 在澎湖這邊的漁船 也涉嫌偷渡千萬魚翅 加上這個四個通緝犯 那背後藏進人 竟然是退休員警 還有呢招待所內幕這件事情喔 吹哨者就講說啊 他就是檢舉跨國洗錢 但是最後呢 竟然遭到無情的解職 他說他用心辦這個案子的兩位警察官喔 被法務部一指公文調職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正義何在 這個吹哨者覺得非常的憂心喔 所以蘇煥志前縣長他講說 找出有黑道背景或者是掃過黑的人 當國策顧問 中常委最後成為英系核心 這完全就是蔡英文的問題啊 也是整體現在民進黨 反黑金價值的一大崩潔喔 所以我們看看現在在高雄這邊 治安首長為誰震怒呢 蘇貞昌啊過去一聽到說 高雄治安亮紅燈馬上震怒啊 那時候是什麼 因為韓國瑜在當高雄市長 馬上震怒啊 大批人馬要殺到高雄去說 哎呀這件事情不可以如此 那現在一堆鄉級案 院長要震怒沒有啊 院長睡著了嗎 院長現在在跑選舉喔 反正不是藍營縣市 他不會震怒嗎 所以他反過來啊 現在都在那邊跑選舉嘛 他酸講萬安啊 酸說什麼哎呀什麼你爸爸 變成什麼買辦啊 如何如何的 蔣萬安就回應他啊 他就說 那你女兒喔 就是也不也是如此嗎 有的人喔 爸爸觀越做越大 女兒標案越接越廣 結果他講什麼 哎這個又不是我在選 幹嘛提到我女兒 那同樣的 人家也不是講孝顏在選啊 那你幹嘛去提人家爸爸呢 莫名其妙 你既然好啊 你要監督蔣校園 有沒有利用這個 蔣萬安有任何不法的收益的話 可以啊 你去監督啊 那你女兒的事情 你也講清楚啊 很公平啊 不要雙重標準 我們先問一下有志哥 我一年前就連續三次直播 預告今年在選舉前一定會犯罪横行 而且我直接講了會槍擊案恒生 一天到晚病病病病 然後詐騙集團會興起 然後八大行業會開始逃竄 會亂竄 我跟各位講不會停的 為什麼 我不是我沒有預言能力 因為我跑社會二十幾年了 很簡單一個道理 地上秩序崩壞 地下勢力就會興起 很簡單 我看這麼久了都是這樣 只要有任何的警察局 被人家因為怎麼樣把它換掉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避亂 很簡單地上秩序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是政治 你看最近只要亂的地方 一定是警察局局長 被你們這些人亂換的 包括台南 台南怎麼可能槍擊案恒生 台南呢 你以為台北 你以為以前的台中嗎 但是一直換局長 高雄台南不是開槍 就是這樣很簡單 你看台中穩定 台中以前被人家講犯罪制度 現在台中得多 少了耶 就是要穩定 你們政治人物 把警察 把警政署署長 當夜胡再用 請問一下 大家不就是隨便亂小便 就這麼簡單 政治力介入的時候 台灣自然不會好的 再來就是檢警他們自己 警察跟檢察官 有沒有尬字 他們有沒有被上面操控 你看最旁邊的這個 招待所案子 我跟你講裡面水太深了啦 各路人馬 一下子說他有錯 一下被他有錯 一下子檢察官 有錯一下 他馬上又變成辦案英雄 為什麼 後面的角力 檢警角力 每個人在各顯神通 警察 檢察官沒在辦案耶 在找 哎呀有沒有 議員幫我介紹一下 有沒有黑道 有沒有後面 三千萬幫我送 兩千萬幫我送 每個人在比這個 怎麼辦案你告訴我 你說這些犯罪集團 不會聞到味道嗎 會 我告訴你們 全世界最敏感 鼻子最靈的 就是這些犯罪集團 為什麼 因為他要生存啊 他一發現你地上秩序 在亂的時候 我地下勢力就要起來了 對對對 為什麼 還有什麼 地方派系 蔡英文把地方派系 全部瓦解 剛剛委員講的 水利會什麼的 地方派系很多就是地方利益 他本來極探 看料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 不要說乾乾淨淨 我該找誰談錢 我都知道 被你這些 這兩天 鄭文蔡一直在打什麼 李鴻元 什麼說只有五間顧問 什麼 拜託 你自己看桃園 整個廠商有多少 是包你整個幾年來的工程 全部都包緊緊的 其他人沒賺到錢 會怎麼辦 就是你看到這樣啊 開槍 病病 全部都來 最後疫情 整個疫情現在 造成大家落地沒錢 要不要去騙 要不要去做八大 然後剪緊再胡作非為 整個台灣現在不叫高潭市 就叫高潭島 我跟各位預言 不會停的 除非蔡英文下來 因為她整個 把所有地上秩序全部崩壞 地下秩序怎麼會好 所以難怪網友們都說 我們現在真的就是鬼島了 來問一下國泰哥 謝謝 其實 講黑金 只要追跟那個源頭 其實我們的黑金從哪裡開始來 從李登輝開始來 我講到李登輝 又講到國民黨 就不太好意思 那蔡英文是從誰推薦的 是李登輝推薦的 一系列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蔡英文就這樣講 從以前一開始對不對 她爸爸跟那個國民黨的關係 所以她沒有辦法擺脫黑金 這個是從蔡英文開始就黑金 你說地方上會不黑金 一樣的 就溯源你要怎麼去追那個源 你說阿扁時代 他為什麼會有貪污 我真的很懷疑 因為阿扁他只有用一個 一個成績賣他爸爸而已 以前我們民進黨怎麼會貪污 也不知道怎麼貪污 說難聽一點 對不對 就是他用他 所以阿扁慢慢也會貪 他爸爸貪 阿扁也來了 就是說貪污一定 有人帶嘛 對不對 其實黑金也是一樣嘛 你一定有老大 老大有力量 他就帶著小弟 他可以批護他 所以小弟就胡作非為 就像以前在屏東那個什麼 鎮什麼什麼 一樣嘛 他那個議長嘛 對不對 曾太極一樣 他為什麼那時候去那個 屏東也是一樣啊 恨行啊 因為有一個議長在披護他嘛 現在你不是阿 你這個總統身邊的人 都在披護黑道 為什麼會不會黑道 對不對 他有恃無恐嘛 嗯 宏偉姐 對啊 剛剛講 我就在想說 以前那個慶濟之都 憲變慶濟之島 因為全台灣都在傳槍聲 那可是你今天發現就是說 整個台灣黑道這樣猖獗 我們總統在宣講的一個地方 短短100公尺之內 槍會掉出來 沒有問題啊 抗中保台這個事情就被移轉了 不是嗎 然後在台南可以連開88槍 這個時候就講一個什麼 有境外勢力 哇 又可以移轉了 不是嗎 那當全台灣都出現這些豬仔 柬埔債2.0 柬埔債3.0的時候 只要來又再講 繼續再講抗中保台 又可以移轉了 不就是如此嗎 我們今天黑道為何如此猖獗 這是民進黨立委何志偉自己去統計的 在去年我們光是這些重大槍擊案 大概平均每三天就要發生一次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所以你看網路上每一次這些槍擊案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就講說現缺台灣只有我沒有槍了嗎 為什麼到處都有槍 到這個槍擊案怎麼這麼容易的取得 對 可是所有的這些主事者 你覺得他在乎嗎 你記不記得說實際上那時候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不是發生了幾個別重大的那個刑案 他不就震怒 把那個高雄市跟台南市分局長全部換掉 還說如果你們這個轄區裡面發生邂鬥 分局長都要給我下台 結果呢大家嚇死了 還有人在那個記不記得還在分局前面說 還派出錢 請你們不要在我們外面打架 不然我們的長官會下台 那個時候蘇貞昌會震怒 請問一下蘇貞昌現在有震怒嗎 剛才翟軒講都已經囂張到行政院院門口了 就是中校東路那個地下道 就在行政院的門前啊 沒有幾百公尺啊 可以到這種地步 幾輛BMW在那個追車 追車害到前面的翻車死亡 他還可以繼續下來跟警察嗆聲 就是你敢開槍嗎 你敢開槍嗎 警察沒有辦法 只好鳴槍示警 這是在台灣 這是在首山之區 這是在我們的行政院的大門口 請問一下蘇貞昌震怒嗎 其實他不震怒耶 繼續去輔選 我剛剛講啊 他不在裡頭是吧 對啊 他都不在裡面 他還在輔選他的候選人 不然的話呢 就跟那個立法委員在口水之戰 不然的話呢 就開始講說 齁你們是什麼中國的買辦啊 然後就是在那邊酸講萬安 你會發現到底是誰在執政 如果我們現在黑道可以猖獗到如此的話 也難怪民進黨的這麼多候選人 是不是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一二三一二三中山区 不选立委是不是 中山区 王浩 不要这样 王浩会选 你不要选 王浩这次也有选四亿 对啊 TVBS是音 王浩来选 你是说24海里面的一个 是不是 好 对啊 不会了 好 好 行 他就帮我四个音哦 一二三一二三 而且他爸爸还顶得住 对啊 当然了 哎呀 长太矮了 就要一直坐高 如果真的要对他怎么样 是腿太长 腿太长的困扰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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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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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振亮 郭振亮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钱 主持人好 关注朋友大家好 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振东 主持人好 关注朋友大家好 好 现在这个选举当然是成为民进党最关注的一大话题 但是你也不能造成人家的困扰 现在网路上面大家就在流传 因为这个苏贞昌去到台中替蔡启昌服选 结果就是一直在那边交管 交管到大家都受不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画面 就是因为交管实在是等了太久了 所以这个台中的用路人集体长鸣喇叭 我们来听一下 哇 搞到这样 苏贞昌可能跟蔡启昌有仇了 这是在台中大理他们这个粉砖 上面就有人拍摄这一段画面上传 他说就是在这个内心桥两侧的交管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那边等 到底是谁 怎么都不肯过去 等到受不了 然后这个常常的车潮一直蔓延到一民路口 说有几十台汽机车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一起这个按长鸣喇叭声 就是对苏贞昌呛 所以这现在看起来是不是 这个连下去浮选都已经造成了 现在民怨的沸腾 但是现在民进党选举又有一个新招 要扯国际 国际这个招怎么扯呢 他就说国际因为挺台的力量越来越强了 蔡英文就说我们要投票向世界证明 国家发展的路线 这到底有什么关联性 投票不就是说我们展现我们的民主 让世界看看我们的民主的选择 现在不是 那投给别人就不民主了 投给我们才叫做展现国际的力量 才跟这个挺台的力量能够衔接起来 所以他就讲说 因为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 所以国际要支持台湾 必须要投对 要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苏贞昌讲法说 若不支持蔡英文 外国人会不明白 为什么台湾会这样子呢 我真的是觉得外国人有想这件事吗 请你不要把这些话塞到外国人嘴里好吗 所以蔡英文现在浮选 狂打抗中保台 然后感觉自己是国际菜 所以就跟国际接轨就要投蔡英文 但是这不解释一下 为什么国庆用中国大陆制的无人机呢 高端合作也有中资呢 中国棚啊 郑运棚啊 这些事情都是不能问 不能说 不能回答的问题嘛 那我们现在台海没有中线呢 局势也是越来越紧张 那厦门舰逼近台湾的24海里线呢 台湾的这个马公舰就劝离啊 结果就遭回呛 我们来听一听 对24海里不存在了 在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口中啊 是直接这样子反呛马公舰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中线哦 现在已经快变成虚线一般 现在也是有满口的无奈啊 那另外呢 美中的军机哦 据说在这几天哦 较近了三天 出动了400架次哦 美方出动了100架次的战机 中方出动了300多架次 连夜里都在飞啊 所以看起来 我们的空中啊 实在是不太平静 那军方人士是讲说 美军是借由长城奔袭训练 一来测试 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应储能量 二来测试解放军 军机的能耐跟底线 那所以就没有台湾的事哦 他说我方根本其实插不上手啊 就像是现在 这个国际局势 好像也都轮不到台湾讲话了 那日本在这时候就丢包我们了吗 说好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哦 现在日本的新闻通信调查会的民调 说如果中国大陆犯台的话 有高达74%的日本人 反对或是相对反对 日本派自卫队与美军联手 对抗解放军哦 很明白已经差不多就是 八成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反对民调 所以外国学者现在也有点看衰 目前台海的局势嘛 米尔斯海默他讲说安息吧台湾 那这个弗里曼他是讲说 中国是熊 也许有天能学会唱歌 所以看起来惹不起啊 现在这个台海的局势 现在能不沾上边 对于日本来说 我当然不想要沾上边啊 那美国的挺真的是挺吗 也未必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珠海航空展 为什么大家那么瞩目 大家就看到解放军展现出来 他们的军事肌肉 这也展示出未来海战的一些戾气哦 中国大陆的国产无人潜航器哦 也大规模的亮下 包含了翼龙三无人机 翼龙系列是首款达到 洲际航程的这些无人机哦 还有海神6000啊 EA63啊 这最大工作深度哦 海神6000是达到6000公尺嘛 那EA63的话可以探测消除鱼雷 以及两艘无人海防舰呢 都有在这一个珠海航空展里面展示出来 那现在解放军的生产能力也是飞升啊 像是歼20现在全面的换装 中国大陆的国产引擎 还有呢 现在全球的军火市场哦 中国不到5% 可是CP值哦 已经超出俄罗斯所制的品质呢 也已经可以跟这个欧美的武器哦 并驾齐驱 那香港他们也有这边卫星制造中心哦 年产高达200颗啊 所以有专家就在看说 这个珠海航展啊 其实是中国大陆的国力展示啊 也是中东游国哦 其实他们的双十一的扫货日啊 所以这一回很多中东的国家也去那边 特别在物色一些中国大陆的武器啊 那反过来就讲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武器啊 已经可以让美国不能在那边 好像在那边乘凉一般 已经是不容小觑了 应该是这样子来形容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梁格 小英把这个议题 我不知道乡长选举是不是也跟抗中保台有关 乡长 乡长 村长 村长 里长 市民代表啦 那全台湾全部都支持蔡英文啊 那表示就是抗中保台 是这意思吗 就是这个摆平呢 就是拿不出政绩嘛 所以只剩这一种 坦白讲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 你看他在选 人家去地方走也是要讲政绩啊 不然你凭什么叫人家支持你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地方 这个还是地方选举 不是其中选举 是地方选举 那地方选举你就要扯到说 万一让国民党的人赢得县市长 那全世界的人会以为台湾不在抗中保台 你在想什么啊 这个太离谱了吧 有人会这样理解吗 那2018年韩国瑜大胜 人家会以为台湾要改变两岸路线吗 有吗 韩国瑜顶多只是想办法去买水果而已啊 对啊 对不对 那2014年那个更早啊 就是我们台湾有过多少次的地方选举 国民党民进党也都各赢过啊 有改变过两岸路线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挑战大家的尝试 以为大家的IQ跟你一样低 就是你怎么会 这个我觉得我的直接的理解 就是说你真的没牌了 所以万归其中只有这一招 就是你拿不出政绩啊 所以只好讲这个吗 是这样吗 那如果人家来要跟你论这一招 你还不一定会论得赢呢 你等于是把明年要开打的东西提前今年来打 对啊 那人家就会问说 是不是因为要支持你就准备当兵是不是 对啊 延长一年吗 还是支持你就是台湾要变成乌克兰吗 是这样吗 因为你不是跟他同框 对不对 那这个 所以就要准备去当美国的最前线吗 那支持你就是表示 人家越过中线你没招吗 对不对 还有无人机在你上面 几天了你才回应吗 是这意思吗 还是飞弹越过台湾领空 你故意隐瞒不告诉老百姓呢 这个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 这一串他们都没有回答我们 是吧 所以你在讲说 国际要支持台湾越强 投票向世界证明 是向世界证明你完全没有保台的能力吗 对 是这样吗 只会看中 所以这一次这种站台的讲法 更证明了我们之前的看法嘛 抗中就是为了保虑嘛 这是讲的多明显啊 然后那个 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 对 说民进党不执政 台湾就完蛋了 我们就不能抗中了 所以抗中真正的就是要保虑嘛 他真正的就是在讲这一个嘛 拿不出政绩耶 真奇怪耶 事实上你要号召选民支持你 就是要拿出政绩嘛 那你怎么不去反省 为什么年轻人的支持率 突然变那么低呢 你怎么不去回想一下 2019反送中类的时候 年轻人支持蔡英文的程度 那次国民党自己都承认 8比2 80 现在还有这样的比数吗 一面倒到民进党 现在还有8成年轻人支持率吗 虽然能够5比5就不错了啦 我跟你讲啦 陈时中还担心他自己没有了 陈时中搞不好只有3耶 对不对 这么严峻 所以那你怎么不去谈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陈时中的年轻人票跑光啊 为什么跑去黄珊珊耶 跑去蒋湾耶 对不对 你不具体这个提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 那边扯什么 抗中保台哦 支持黄珊珊支持蒋湾 就不能够保台哦 这实在是太可笑了 还快点是总统耶 你干脆开记者会说明这一点 对 还700天不敢开记者会 你干脆开个记者会 开国际记者会嘛 向全世界说明嘛 说民进党不能够执政 台湾就保不住 所以民进党要万年执政 赶快去说啊 对不对 连记者会都不敢开 只敢在投温层的场讲话 对 笑死人啊 对 这个亮哥发出了来自 民进党老党员的怒吼啊 但是现在抗中不保台 看起来也不太保虑 因为很多人讲说 现在抗中派已经不太管用了 可是蔡英文还是执迷不顾嘛 赖老师 靠中台确实不管用了 但他真的没牌也可以打 所以您提到说他殖民 不是一位 我不打这个牌 我还有什么牌 兜里没牌了 我兜里没牌了 我政绩也不好 我经济也不好 我现在还偷偷的 一直补贴油价电价 然后等到选完了以后 再想办法再涨油价电价 然后呢 年轻人还要当兵 要当一年的兵 现在还不敢宣布 因为等选会以后再看什么时候要宣布 老百姓一定会 尤其年轻人一定会出来反 我敢保证 我的学生 那些大学生绝对会出来反 我就看看你民进党什么时候 敢通过这个一年 他们绝对会出来反 年轻人要上战场 他一定会出来反 因为您刚刚提到年轻人要上战场 我们的军方不是在选前的时候 又故意透露一些消息给军事记者吗 那是故意的 说在上个月美国跟解放军 美国有一百多架次的飞机 解放军有四百多架次的飞机 就在台海的东海岸的 东部的太平洋地区 那么举行彼此的较量 那台湾呢 台湾没事 不关台湾的事 那也就是说中美的军机的较量 而且大陆是要碾压式的 压住美国 也就是我三架压了一架美国 美国被压了一套路 可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就问说 美国的F-16战机是从哪里来 琉球群岛没有F-16战机 那就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三折基地 一个就是关岛 可是关岛离台湾2700多公里 那你的飞机 你要飞到这里来 一般来讲正常的巡航 它大概就是不到一马赫 也就1000多公里 那你要经过几次的加油 才能够飞到台东 这个东部海域这个地区 你要经过几次的加油 第二个 飞行员已经飞了一两个小时 才赶到这个地方 它还有多少的精神 跟作战能力在这个地方打仗 而解放军家一过台海 那么就可以打仗了 那这个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美军根本已经没办法打 因为你想想看 战斗机的飞行员 飞了两个小时 飞到你这个地方来 已经疲倦到不行了 然后解放军是 几十分钟就过来了 我们两边要来打 那美国怎么跟它打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消息 三架包一架 这样怎么对起来 这个消息是很奇怪的 真的 而且F-16战机是老战机 中国大陆的 殲-16是新战机 是多功能的 这种空优式的战机 那你怎么跟F-16 怎么跟它打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新闻很怪 怪到不行 那这么怪的新闻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丢出来 抗中保态 又在操作这个话题 可是这个话题 真的没效了 不过我倒觉得 民主不是就是 人民当家做主吗 那人民不要民进党 要其他的政党 这不也就是民主吗 怎么不要民进党 就是代表台湾的人民变 台湾人民本来就变了 因为你民进党干的太差 我不要你了 难道国际能控制 我们的民主吗 对啊 而且我这个才叫民主 我一定要支持蔡英文 那干脆你真的 你蔡英文当万年总统算了 都你一直当到底 如果按照孙天昌的讲法 如果不支持蔡英文 外国人就会不会不明白 为什么台湾人会这样 不要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 那你蔡英文不应该两任 因为他等于他一月被换掉 对嘛 那你蔡英文你应该要连任 你要无穷尽的连任 连任到你死在任上 这个才代表台湾的人民不变 对啦修宪把蔡英文的名字写上去 对嘛就直接写上去 他万年总统嘛 我觉得就是这样做嘛 那这个不然的话 那蔡英文一下台 台湾人民就变了 就恢复地制好了 恢复地制好了嘛 我就想起香港有一个杂志 就把蔡英文 化成了 化成了那个五五则天 或是慈禧太后 好 另外一个我有意见了 我真的很有意见了 总统的车队实施交管 我们同意 因为他是人民选出来的国家元首 那你行政院院长 为什么要实施交管 人家有梦最美嘛 行政院院长可以 随时可以被换掉 是因为他想选总统 他想选总统 等他选到总统再来交管 所以我真的强烈主张 要规范 行政院院长以下的 韩行政院院长 韩吴彦院长 都不能实施交管 交管只能一个人 就有国家元首 副总统都不能交管 好 我们来问卓老师 好 我想 这个关于军机的问题 其实值得我们大家关注 这则新闻 我们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事实上上一次 裴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在台海附近的上空 其实就有上百架的军机 相互对峙 就是来自美国 跟中国大陆的军机 当时其实就 情势是非常紧张的 在裴洛西飞机要下降的时候 那么这一次 当然我认为 美国在这个时候 去展现 去采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其实很有它的用意 因为一般 就整体来看 美国的空军就 战机的数目 是比中国大陆要多 美国的战机 大概是5800架 大陆大概是1900架 所以相对来说 它是整体来说 是有优势的 但是在西太平洋 因为受限到地理范围 地理距离的这个限制 它可能相对来讲 它的优势就显现不出来 但是它跟在海军是不一样 因为在海军大陆 已经是有显著的优势 美国所有的军舰加起来 都没有大陆的军舰多 所以这个当然 就是说相对来说 它选择空军作为 它采取主动的一种形式 我认为是比较贴近于美军的优势 但是为什么 它在西太平洋 既然它在西太平洋 没有显著的优势 为什么它要采取这个行动呢 这个很像在2021年拜登就任之前 那个时候大陆也在台海附近 加强了它的军事行动 那个时候大陆其实 意在言外之事的就是说 要提醒美国说 台海问题是大陆最关切的问题 那反过来说美军其实这一次 也是要在拜登跟习近平会面之前 要提醒中国大陆说 这个双方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随时可能会撒枪走火 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一则新闻告诉我们说 双方对峙的地方在哪里 台湾的东部 所以过去双方对峙在哪里 在台海的中线 甚至是在贴近大陆的沿岸 现在已经推到了台湾的东部了 这个不单表示说台海上空 战略情势非常的紧张 而且我们现在的战略环境 是非常的恶劣了 因为已经是跨越过台湾本岛了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时候 其实这一则新闻 我们真的不能够轻忽 这表示其实我们现在的战略环境 已经是超过我们的军方 所能够控制的范畴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拒敌于境外 这个其实就跟在澎湖那个情况 是类似的 这个我认为都是 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事件来看 而是一个对我们国防能力的 一个重大的提醒 重大的警告 但我对于这则新闻 我有进一步的解读 其实也想补充刚才赖老师 所提出来的 为什么是中国时报 为什么放在中国时报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它如果放在自由时报 大家都知道是政府放的 所以放在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跟政府的关系这么恶劣 就不会是政府放的 但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政府刻意要放的消息 那么为什么要刻意放这个消息呢 我还有第二个推测了 因为大陆可以看到中国时报 所以它这个其实就是要让 大陆的朋友看到这个新闻 那看到这个新闻 当然就会对美国有更大的 这个愤慨之情 那么这就会影响到 拜登跟习近平会见的气氛 这会让双方都难有软化的空间 其实你看 他们本来是秘密去搞这个事情 双方都没有新闻发布 我查了一下 英文美国军方任何的这个媒体 都没有任何这个新闻发布 只有中文的媒体发布了这个新闻 是来自我们军方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在现在发布这个消息 那我认为就是 其实民进党政府对于拜习会 是非常的紧张 怕他们谈得太好了 但我其实真是要提醒民党政府 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 如果能够改善 不单单是对世界有利 对台湾也有利 我觉得应该是抱着 抱着乐观 以对的态度去面对 这样子一个大的环境的变化 同时我们也应该是看到 中国大陆跟世界的这个关系 越融洽 其实对台湾是越好 我们看到美中的这个军事交锋 感觉上面就是在为习拜会 正在做暖身吗 下一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习拜会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亮哥是有双11买新的手机吗 没有啊 我看你那个苹果我以为是新的 我故意贴的啊 有啊 我还想说你是有新的战利品 买了苹果手机啊 最新的一定是在老婆那里 哦 这个是他的淘汰机 哦 这样子啊 为什么我会信 那为什么要特别贴个苹果 因为我买电脑嘛 那他就送你那个贴纸 对对对 为什么要贴过 你是买那个M2晶片的吗 对 对 M2还没出来啦 M2出了啦 出了吗 出了啦 我的是我是买M1 但是去年买 哦 OK 那听人家讲说现在已经有M2 等一下来看习拜会 拜习会 晚上五点 对 要讲四个小时欸 我看我们新闻部那边的消息是说 四个小时 本来说两个小时 说要到晚上九点半 因为那个一直在演 不是五点半开始 五点 五点半 五点半 五点半到九点半 没有 他们本来说是两个小时 后来又说要演 然后那个苏立文说可能会好几个小时 数个小时 他不是用两个小时 但是第一个时间出来是说两个小时 后来苏立文的记者会就说 因为他那个还要及其翻译嘛 对 要及其翻译 所以时间更长 对 数个小时 那就代表有很多问题要谈 马克宏不是先见了吗 没有 马克宏今天见了吗 马克宏还没有 还没有 是因为他们是今天先见 他是14号先见 就是会前先见 是马克宏那个列举的时候 列在他前面 他故意的 对 故意的 故意的 他们插在里面 有 好 好 好 我看我们新闻部写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他写四小时 这个 因为两个小时就跟之前都差不多 那五点半 六七八九 到九点半 那他们吃饭怎么弄 六点半 七点八 他们是工作餐会吗 对 就是餐序晚宴 好像是晚宴的 是工作 工作那个餐会吗 边吃饭边谈吗 有可能是有七两个小时在炒菜 然后就关起门来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五点 五点 可能是谈完再吃 谈完 我们绝对 你讲太大声了 谈两个小时就接着吃 就吃饭 吃饭 所以中国会用这句英文问候 爱的吗 各自回家吃 你发球是不是 一会吃就很没情绪 对对对 各自去 发球 您请 您先请 对对对 那如果说有故意安排一起吃饭 那是代表本身双方都已经是 谈得有点 亮哥太好笑了 观众有听到吗 不然 哎呦 刚亮哥 怎么样 我们错过了什么 我们错过了什么 蔡轩 我们就说他们关起门来 他会讲什么 然后亮哥就说了一个发球 我们都先吵枝啊 英文啊 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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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我还是翻译过的呢 翻译过的 他刚是讲英文的呢 如果他们是安排一起吃饭的话 那就代表 这个情况是会谈得不错 如果安排是 是印尼沙爹吗 真的吗 确定吗 你乱讲我还当真 我想说在那边吃沙爹 他们只能够吃工作餐 对嘛 但我的意思是说是一起吃 还是分开吃 最有差别 最有差别 好像真的是要吃沙爹 好不好 到时候人家觉得我们的节目在乱搞 可以请网友来猜猜看今晚的菜色 但是可以肯定的 他们绝对没有马祖高粱 没有马祖高粱 会不会谈到那个拜登然后整个熨头转向 然后根本不知道 然后他又空气窝 对 然后空气窝到处飘这样 在众人面前空气窝 拜登能够撑得住那么久吗 我怀疑了 我们来欢迎拜登 然后他就在那边空气窝 原地空气窝 我高度怀疑拜登能够撑得住那么久 拜登吗 四个小时 而且他上个厕所 他上半个小时才出来 就那个 真的啊 你怎么知道 要上那么久 他那个年龄的人绝对会有摄腹腺肿胀 不一定啊 人家死富雄就很痛 死富雄这个身体多好啊 那个拜登怎么跟他比啊 你们 sunscreen ìììììì 习拜会即将登场 在今天下午的五点半钟 然后据消息透露 可能这一谈要谈四个小时 谈到晚上的九点半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瞩目 因为美中终于要坐下来来谈了 当然这次的话题也围绕着 台湾一定是在这其中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拜登自信满满 他们讲说苏利文说 这个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 而且拜登将表明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试图建立美中关系的红线 那拜登也是 就是说这次的其中选举 他自己都这样讲 我们节目上面讲了好几次说 他要是没选好的话 去就跛脚不好谈 结果他自己心里也是这么想 他就说 因为传出捷报了 所以我跟习近平会谈 处于更有力的位置 底气比较足一点 而且他还提到说 我认识习近平 我很了解他 我和他相处的时间 比其他领导人都多 最近就不断在跟大家讲说 哇我可是跟习近平相处了78个小时 什么面对面谈话还68个小时 我跟习近平熟得不得了 在见面之前要不断释放这个 你在怕什么呀 你们很熟很好啊 那你干嘛一直要去告诉大家呢 是不是你心里面底气其实没那么足啊 再来我们又讲到说 其实这一回习近平会不会也想起了2018年那个时候 川普跟习近平碰面 正在这个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边举行晚宴 说当时两人谈了2.5个小时 可是同一时间 孟晚舟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的时候 随即被捕 金融时报他有后来讲这件事情 他说其实习近平在晚宴不久 就得知了这个被捕的消息 但是是希望集中精力来解决贸易紧张局势 决定留个面子给美国 不在晚宴上撕破脸 但是此后呢 中国大陆就为了要迫使美加释放孟晚舟 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就是 立刻抓捕囚禁了两名加拿大的公民 所以美加中三国就展开 一连串秘密的换球谈判 所以代表说过去心里面 就是在这样G20的场面上面 有留下疙瘩 所以这一回当然 在G20再次碰面的时候 可能中国大陆对于美国 要更加有一个心理设防的 因为过去毕竟有这个 曾经有不好的这个印象 那再来我们看看拜登的围中策略 他现在访问柬埔寨 也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二次对于柬埔寨进行访问 那他亲自访问金边 他就说要展现体现出来对于东协的一个重视 可是骨子里是不是想要围堵中国大陆 他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只插最后一脚 我们来从地图上看一下 北边的俄罗斯他们说 现在看起来好像势力上面有点衰落 西面是突厥与国家 那这个东面这边已经被第一岛链 这边已经锁住了 那现在南面就是东协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十个国家十亿人口 所以如果拉拢的话 就可以对于中国大陆形成一个全面的东西南北的包围网 但是拜登有用心 这几天其实很多外媒都在讲 拜登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 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把洪森讲成了哥伦比亚的首相 你明明在东协 你怎么讲错地方 再来去到峰会的时候 迟到了快半个小时 一般峰会是十点半召开 可是你怎么十点五十三分 快半个小时之后才到 美国的媒体就讲说拜登死刑 他其实是想要加强 美国跟东协的连结 但是华盛顿现在好像端不出什么好菜 很难以吸引东南亚 又像是上次1.5亿一样 大家印象都还在 所以要拉拢没那么简单 那另外东协也释放出来 好像对于美国也是冷冷淡淡的吗 印尼这一边 他们总统就是 直接左科威就讲说 我们东协不应该选边站 担心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 在亚洲酿起新冷战 他说我们东协不应该要参与其中 但是转头他对于中国大陆 是释放非常友善的消息 因为他们的亚万高铁 采取的就是中国系统 这几天我们也看到 包含了中国大陆媒体 以及一些印尼的媒体 也都在讲说 现在亚万高铁正在试运行 甚至印尼也举办起 学中文走进汉语桥 相关的活动 也是给足中国大陆面子了 然后中国大陆也有一些 善意释放出来 对于菲律宾来说 他们说现在在南海问题上面 愿意跟菲律宾跟东协一些国家 来谈一些合作 李克强也是喊话东协说 要加速RCEP的全面实施 那很多国的元首也都释放消息 比方说像是岸田 因为中国大陆好像已经是说 不跟岸田碰面了 但是他再次表达想要跟 这个中国大陆习近平主席 碰面的一个消息 那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也有释放消息 他说12月的时候 习近平将会访问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看起来大家都想要 借由这次的G20 跟中国大陆拉近一些距离 但是美国这边 拜登这样子一直装熟 习近平会吃这一套吗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拜登确实动作做很大 要在跟习近平会谈之前 他到东盟 他说东盟是我印太战略的重心 重中之重 所以我要跟你建立一个 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可是你迟到了30分钟 你让这个东盗主 红森已经讲话讲了30分钟 你才来 而且让其他的伙伴 他们会不认为 你是真的很看重 你连这么重要的会议 你都会迟到 连我主人在讲话 你都会迟到半个小时来 然后最后拿出来的是 8.5亿美元 十个国家分 一个国家分8千多万 这个实在是太少了 对 因为上半年拿出1.5亿 1.7亿 1.几亿 加起来10亿 对 加起来10亿 分给10个国家 分给10个国家 还需要凑整数 一个印尼就几亿人口 一个越南就将近1亿人 菲律宾都几千万八千多万 中国去年就说 未来五年要向东南亚卖 3000亿的东西 对 美元 对 那你想 差了那么多 双向投资 单单去年就3000多亿美元了 中国跟东盟 然后贸易额 是8000多亿美元 今年到10月的时候 都已经7000多亿了 所以又会破纪录了 那这样的情形 像你美国 说我口袋拿出 8点多亿美元 然后好像就是 我给你很大的恩惠 我觉得这个真有点可笑 他们 我觉得他们还是把 东盟的人认为 他们太穷了 然后我拿那一点钱 就是了不起的钱 我觉得对东盟的国家 是不尊重 所以他要因为 这样子就把东盟的国家拉住 要来对抗中国 我觉得中国大陆 不会看在眼内 接着他就是跟日本韩国 就跟日本韩国 三国的东亚的领袖峰会 好像拉日本跟韩国 来遏制中国发展 其实岸田一直想跟中国见面 习近平看起来也跟尹熙悦 都不想跟他们见面了 所以习近平不见尹熙悦 也不见岸田 其实也不把我们看在眼泪 然后后来 拜登要做了另外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呢 又把澳大利亚的总理拉起来 说我们明年的AUKUS会议 再把印度日本拉起来 好好的开 可是澳大利亚的总理 释放出来的讯息 就是说我想跟习近平见面 然后跑去跟李克强 李克强就跟他见了很短的面 就先安抚一下 就说这要干善关系 你要看得办吗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观众朋友大概都知道了 拜登做的那些外交的动作意义不大 最后放出来一个讯息说 我有参议院 可是人来想的是 你以前就有参中两院 你现在是参议院你拿着 可是你中医院不见了 所以他说我这个底气很足 可是你还会觉得说你根本没底气 因为中医院不在你手中了 你的预算案不见得能通过 你说的不见得算数 因为你中大法案不见得能算数 但是我比他着重的是谁讲话呢 是苏立文 我觉得苏立文讲话释放出很多讯息 第一个讯息苏立文说 我的任务就是确保拜登 能够跟习近平讲上话 那这句话其实透露出来的玄机就是 习近平不见得要跟拜登讲话 那很明显的是拜登 一直希望能够跟习近平会上面 那这个两边的态势就不一样了 第二个苏立文说 有很多议题我不能够现在告诉你们 我要有拜登来跟你们回答 那这意思是什么 意思也就是说在会前会中 双方的磋商已经有很多共识了 那他要由拜登来宣布 这代表美国要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在很多的合作项下 已经看起来彼此之间有一些共识 这个就是参与我们最担心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会谈崩 那我刚刚也跟郑东在聊 就是说因为谈四个小时 五点半要谈到九点半 那真是很长 因为两个 尤其是拜登这个老人家 你血糖不能太低 这有包括吃饭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说 那中间是不是有个工作的餐会 工作餐会有几种方式 一种就是各自吃 另外一种是在一起吃 在一起吃代表谈的情况比较好 那就会在一起吃 如果各自吃那就代表谈的并不理想 上次阿拉斯加王毅就没吃了 所以我们就在看是各自吃还是在一起吃 如果安排是在一起吃 那是代表之前的会前会已经谈得很好 好 请教亮哥 这个拜登就 他去埃及参加COP27嘛 然后接下来到东南亚 IPAB都在搞一些虚招啦 你知道吧 他这个COP27 他只去三个小时就离开了 他都在讲他的政绩 所以我在美国有通过那个降低通膨啊 等等啊 人家就问他 气候补偿你承诺400亿美元 你怎么到现在才给76亿 最少的 他只好说对不起 因为共和党现在赢了众议院 不能走 所以他这样任何承诺 只要牵涉到钱的 他都不能承诺 这第一个他就卡住了 因为气候变迁就是要钱嘛 第二他到东南亚 东南亚印太经济架构应该是双边 一个一个谈 因为他的定位是这样子的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结果你看多边会议 然后在那边说 我要跟你们组战略伙伴关系啦 你是在讲什么 内容是什么 你告诉我一下 请问有没有包括市场存入 有没有减量关税 没有啊 那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什么东西 他就是觉得说 中国到处都在跟人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词我也要用 所以只有名词一样 东施笑评 里面有内容啊 比如说那个 这是越共去访中共嘛 然后他们有一个联合声明 他就说要 这个加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个声明啊 人家签了多少协议 他签了多少协议 所以我觉得拜登你这样来呼隆亚洲 呼隆人家机油并肩会议这个 人家坦白讲都在心里窃笑 对不对 你这么大的国家到东南亚拿出8.5亿 你以为现在是1950年代是不是 现在人家东南亚的总体GDP已经超过3兆美元了 一个人平均分一块多美元 那你这样给他8.5亿 你是在干什么啦 金牌搞 中国去年12月对东协 直接的协助就是15亿美元 对 然后三年内 五年内 要买3000亿美元的农产品 嗯 你就是要开放你的市场嘛 嗯 不知道你怎么去帮人家 嗯 东南亚要听的就是这种话嘛 对 你要不要开放你的市场 让我东西可以卖出去嘛 嗯 那你这种承诺你都做不出来 李克强不是光是跟柬埔寨就8.8亿了吗 不 所以我就跟你讲 说拜登你这个玩这个都是虚招嘛 嗯 所以等一下 这个拜席会我们会看到结果啦 其实我没有赖老师那么乐观啦 比如说你年气候变迁你要合作吧 你三天前刚扣了人家 1000多件 疑似新疆太阳人的产品 那你用的理由是新疆人权 新疆的太阳人产品占全世界25% 嗯 那你要绿能合作 你不开放新疆的产品 你怎么绿能合作 这个很现实嘛 嗯 难道你要当众宣布吗 那你宣布完之后回去 又被人家质疑新疆人权 嗯 那你是不是又缩回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容易啦 我我坦白讲 只是见面让大家不要心慌啦 说我们不是像自由落体这样 无限制的下催啦 嗯 这是陆克文讲的话 我认识一下 好 周老师 嗯 刚才电视墙讲说美国要在东南亚围堵中国 我倒不认为是这样子 事实上美国 嗯 应该没有这个能力 在东南亚围堵中国 大概也不会有这个期待 因为美国在东南亚就很像中国大陆在这个呃 南美洲的情况一样 都是试图在对方的势力范围之内 尝试去中立化这些跟对方合作很密切的国家 嗯 他的意图是这样子 是一种竞争力 是一种影响力的相互竞争嘛 就竞争影响力 那么这些中间地带的国家呢 其实也不想跟任何一个强权紧紧的靠在一起 他们也是想要维持一定的这种中立性 维持一定的这种弹性 那我就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在南海问题 过去美国在南海主要是说要呼吁要推动说 这个中国大陆跟南海要建 要跟东南亚国家要签订这个南海行为准则 那一直指责说中国大陆在南海行为准则上 没有积极行动 那么从2017年之后 中国大陆跟南海这个 跟东南亚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加速了 那现在其实不止草案已经出来了 已经现在一读完成 现在进入二读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 可能已经完成了 当然现在主要卡在几个问题上 一个就是范围到底要不要涵盖西沙群岛 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拘束的对象 要不要包含美国 因为主要是美国在这里头有军事行动 有军事活动 所以到底要不要拘束美国 第三个当然就是是不是要一次有个法律的拘束力 大概这三个是主要现在双方还没有谈完的 所以现在整体来讲 东南亚整体跟中国大陆在南海问题上 其实是比较安静的 主要南海的争端是出现在越南跟中国大陆之间 比如像2019年双方就为了在这个万滩岛 万安滩上对峙了将近四个月 那可是你看越南跟中国大陆为了南海问题 双方搞得这么紧张 但是今年美国那个雷根号航空母舰 要去越南的县港访问 越南最后是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很清楚 他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缓和 关于南海的这种紧张关系 但他不希望卷入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对抗 所以这是越南的态度 即使像越南这样的情况 美国也没有办法把越南变成他的盟友 另外一个就看柬埔寨 这一次的东道主 柬埔寨现在跟大陆有一个主要的合作案 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在金边跟西哈努克港 的高速公路 大陆要援助 那西哈努克港 大家最近很熟悉 因为这个西港地区 就是我们很多 我们年轻朋友被骗到那边去 那个诈骗案的地方 在西哈努克港旁边有一个小港 叫做云阳港 那个是一个军港 美国就一直很担心 中国大陆会在那里 这个就是变成他的军港 他在使用他的这个海军的设施 那所以拜登这次去也说 你要透明你要透明 但是没有错 中国大陆是提供了一些设施的援助 但是那个设施的援助 主要是做什么的 主要是做医疗也好 救援也好 就帮助那个港口 能够联系它在海外 在外面的这个船只 因为它根本连这样子的能力 都不具备的 严格来说 那个地方只有0.77平方公里 大家知道像苏比克湾 海军基地 有678平方公里 所以那个小的地方 根本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今天不在事实上也没有打算要跟中国大陆成立一个军事同盟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东南亚国家他们的选择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主要都是要追养我也要日子 蜈调整 大陆时侯 三个节目 porcelia 空海 平台 大陆时侯 央视已经有影片了 谢谢 谢谢 观众 没有因为庄人祥 因为有人去问他 庄人祥什么事 庄人祥说要报案处理 说那个高端的价格是1080 真的啊 那你们的记者就立刻去问庄人祥 庄人祥说要报案处理 好怕哦 这样很不尽是不是 从现在到选举结束 他都是这句话 我报案处理 不能回答 好 讲快一点是不是 好 好 好加速 好 什么 三分钟内讲完是不是 我都快被你训练成rapper了 好 三分钟讲完 没有普心 好 无意义 好 好 就是反正这两 通膨 好啊 我看一下我怎么跳 比较顺 继续 但是欧盟不要 夹缝求生 好 好 知道了 谢谢Dave的donate 谢谢你 给我们一个贴图 Victory 三分钟 好 我们线上有1.5万人了 大家对于发球这么讨论这么热烈 发球其实是我们一个很老梗的笑话 就是说什么李登辉 什么骂脏话 因为发球用台语念 对 G20 其实大家也在注意说 这个俄乌双方会不会出席 那现在看起来普清是不去了 所以也有一些印尼的官媒就讲说 没有普清的G20 其实这个峰会就毫无意义 因为还是会讨论到俄乌的相关消息 那泽伦斯基他是要用视讯连线的方式来参加 但是呢 他们可能会真正在2023年的下半年 乌克兰是讲说这个时间点才会恢复跟俄罗斯的和谈 但是欧洲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想跟着美国继续再挺了呀 虽然说美国讲啊 他们在这个G20说 要要求欧盟的同事们要继续来援助基辅 可是你看看希腊的民众啊 已经跳起来了 在讲说不赞成再给基辅提供任何的武器 而且呢 大家对主要是对于说 美国你自己在那边赚钱 这件事非常的不爽啊 现在欧洲的团结一致 在哪里呢 反对拜登的通膨降低法 所以现在已经有27个欧洲财长 一致性的团结反对这件事情啊 甚至还列出了至少9个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点 那我们看到啊 其实这个卡特啊 就是美国前总统 他讲了一句非常真心的话 就是美国是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他们是最好战国家 而且试图逼迫他人采用美国的原则 这是美国前总统说出来的一个真心话 所以现在也难怪啊 那么多欧洲国家越来越看清楚 美国在干什么了呀 那另外德发现在也在夹缝中求生 根据俄罗斯的消息报讲说 德契因为受到这个俄罗斯制裁的关系 那所以他们现在 要对这个 对印度的企业中断攻击 也使得这个商业争端升级 变成一个外交的争端 德国的议员就讲说 是美国故意在乌克兰挑起冲突 要实现你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长期目标 西方必须要摆脱这个 分而置之的一个策略 那德国的经济部长也是讲说 面对中国要更加的谨慎 也期盼跟中国建立贸易关系 不是脱钩 那法国的外长也讲到了 他说现在欧洲应该要 更加独立于美国 才不用紧张的等待美国的大选结果 因为这是会有变数的 所以现在法国的这个世界地图 他们讲说 现在唯独缺了中国 与中国的贸易 反倒是被德国给超越了 中德贸易额 现在是中法的四倍左右 也引起了法国的紧张 要更加像这个德国一般 跟中国大陆靠得更紧密了 所以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赖老师的看法 现在局势有点混乱 那德国因为跟中国的贸易额 一直在增大 其实德国人获益很多 所以德国的企业 他们用脚投票 十二大企业都要扩大投资 一百多家企业 要跟赖老师到中国大陆去 而他的这个绿党的 经济部部长跟外交部部长说 不能够态度依赖于中国大陆 要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 更大的距离 所以这样子是符合德国安全 那你想想看 可是德国企业 他不这样认为 其实德国企业不这样认为 就代表德国的这些劳工 他的企业直接的关系人 还有就是他的 这些企业员工所连带出来的 这些间接的受益者 例如说包括服务业等 他们不这样认为的 可是呢 这些意识形态挂帅的政治人物 他却说要跟中国大陆脱钩 法国到今天才突然间 恍然大悟说 德国超过了法国的四倍 德国跟 等于是梅克尔的这十年间的时候 德国的历届的总统脑袋都不知道干什么 也就是说 德国的梅克尔十几年 早就看到 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迅猛的快车 他赶快搭上这个快车 所以德国确实 很快地在欧洲就超过法国 成为最富有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 而法国还在做梦 还每天在那边浪漫 结果呢 这班列车没跟上 中央贸易只有600多亿 对啊 没跟上 非常少 可是法国坦白说 法国的制药 生物科技 甚至航空 甚至汽车 纺织 时尚 坦白说品质真的很好 我这是讲实在话 不是我因为刘芳而帮他们讲话 真的不是 而 两个的了解 我有抓到 真是 我看到你的表情了 但是我确实地说 因为法国的品质真的是很好的 可是他不会卖 他也不懂得说抓上中国大陆这个列车 赶快往上冲 结果今天你看人家德国越来越强大 而法国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法国现在才恍然大悟来不及了 他必须要迎头赶上 坦白说不知道付出多少努力 可是以法国人的那种古摩 我觉得很难 速度比较慢 真的很慢 而且他是摇摆不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民族性 想的太多了 好 可是我觉得在目前来讲 大家在集团体里面真的要解决的 一个是经济的问题 一个是发展的问题 那经济跟发展 坦白说 恶物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可是恶物的问题 大家应该要来劝和 而不是劝打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 美国是要劝打 对 可是除了美国以外 大部分的集团体的国家 都是要劝和 但是问题就在于 由于被美国所影响的那些国家 他们又不敢跟美国意见背道而驰 那美国要劝打 那结果呢 普丁不来 普丁知道 你们这些国家对我会不友善 G7的国家对他会不友善 而且很多国家放出风声来说 你一讲话我们就走 那现在拉夫罗夫一讲话他们就走 那不是制造那种很不好的气氛 好 普丁不去 大合照没了 目前来讲 传出联合声明可能也夭着了 也没了 那最后的闭幕的合照也不会有了 那这样子意义在哪里 这个会坦白说对于印尼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好 俄乌的问题不解决 能源的问题不能解决 能源的问题不解决 欧洲的问题怎么能解决呢 好 亮哥 没错了 不过普丁去真的 他的安全没有办法保证 我说实在话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想暗杀他 不因为他就把战争的源头归咎到他一个人 所以只要把他干掉了 那俄罗斯就一团乱 其实这种理解 军情当会有这种判断不稀奇 我说实在 你记不记得那个不结盟国家会议 周恩来那个克什米尔公主号也差点被 他差点就坐上那个飞机了 那后来真的被炸 也死了很多人 所以 因为实在太远了 又不是可以像金正恩这样坐火车来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坐飞机嘛 所以安全蛮重要的 那难道要12架米格半飞吗 那就更文型 地面之后的行动 或者有的闹场 这一大堆 所以我觉得 普丁后来可能做了一个比较审慎的判断 不过那老师刚刚讲的很对 就是说 俄乌战争不处理 知道那个乌克兰 乌方表示2023年下半年可以谈判 这个是军方讲的 这不是泽伦斯基 这些人叫做 这个没有管财务才会可以随便讲话 你乌克兰还能够撑到一年 那钱谁给你啊 对不对 这是军方讲的 还是以泽伦斯基讲为准 我认为泽伦斯基不可能拖到明年下半年 不可能 因为现在美国都在逼你了 所以你赶快赶快 我认为 大概大家就是在抢明年春天之前 能够停火 春天 因为春天 百花盛开 等一下又开战 所以 所以就是要抢这个冬天 看能不能弄出一个停火的协议 春天定义在几月 四月 三四月 三四月 不因为那个地方春天 大概乌克兰那个飞行员 大概都训练好了 那他一定会跟波兰 一些国家要飞机 那时候一定会有另外一波的战斗 如果你这几个月你没有处理好 那欧洲人当然希望嘛 可是还是需要乌克兰 你要拿出你的方案 所以我是觉得 那美国那个问题就比较麻烦 因为美国那个是他的国内法 可是他是公然撒钱补贴 美国的那个绿能的相关的 就是那个新人员车 那你就造成了人家的这个竞争的不公平 坦白讲美国这种做法 已经完全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 你直接政府给钱给企业 哪有人这样干 人家都管是顶多是退税 利率优惠 不然就给你比较高的政府采购的价格 哪有像你这样直接给钱 所以他这已经完全无视WTO的存在了 所以拜登就是WTO最大的破坏者 比川普还严重 好 苏老师 这个缺减通膨法案 主要最大的问题 就像刚才这个亮哥讲的 主要是针对他的这个补助电动汽车 事实上这是在美国保护主义高涨之下 美国跟欧洲贸易冲突的另外一个例子 事实上在川普时代 当时川普就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于欧洲的这个钢铝课征关税 加征关税 然后后来欧洲国家是针对像美国这些 Amazon Google这些大的这个电子服务商 那么就课征了一个叫做数位服务税 所以后来也是弄到了2021年 拜登上台以后才解决了这个课税的问题 所以这已经是第三次重大的一个危机了 那这一次针对削减通膨法案 主要是从法国跟德国开始 因为他们两国都有庞大的这个汽车制造业 他们都是这个电动汽车补助案的 直接的受害者 但现在已经变成整个欧洲国家的一个共识 说要对美国采取行动 那就可以想见整个 它已经在欧洲全方位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回响 但是到底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自由委任的律师叫顾立雄 自由派顾立雄去找董哥 健哥 我只是跟你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新闻大百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亲自好 大家午安 评论员陈辉文 大家平安 以及评论员黄伟瀚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距离投票日只剩下11天了 各家封关民调纷纷出炉 只是大家各吹各的调 到底是民调还是民调咧 民众该相信谁 还是说有人先讲先赢 我们先来看看在台北市长选举的部分 今天有三家媒体 他公布的民调 包括中广 包括自由 时报 还有三立电视台 这三家媒体所公布的民调有差异 包括中广您先看看 他预测是 他的民调做出来的结论是蒋万安领先 34.25% 领先陈时中大概有12个百分点 那黄珊珊是第三名 自由时报跟三立 他做出来的都是 陈时中第一名 你看到红色的部分 跟蒋万安的差距比较小 大概是2-3%这样子的差距 不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是不是民调的方法 点点等等 如何不知道 所以民众自己要有判断的依据 我们就讲到陈时中 陈部长过去呢 大家说他的筹换值很高 不管哪一家做出来的民调都差不多 大家可能比较不想投给他 所以在最后的10天 他改变了他的人设吗 我们先来看看昨天举办的这一场音乐会 九百多天 叫上这个选举一百多天 以来我从来没有谢谢过你 我要有机会跟你讲说 谢谢 谢谢你对我的包容 也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当选举结束之后 人民会回头解释 大家会看到 有的人留下了一句 又一句的丑陋的谎言 事情到了越紧张 越紧迫 竞争到了越激烈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 一个人真正的本性 波动协销将变 来告 因尤一下本性就会漏出来 宗旨看出这些本性 但也不要仇恨对方 一个前总统用这样的一个仇恨的语言 在讲选举的事情 我想这是不对的 一直要用这事情来抹黑 好仇恨这两个字 可以说在这一次 在被市长选举中贯穿全局 必须讲 一直到昨天都可以看到前总统 马英九有跳出来说 陈时中所谓的搂人妻事件 他觉得很不OK 很恶心 连恶心两个字都讲出来了 所以陈时中才会说 我的字典里头没有仇恨 你们都要仇恨我 可是我不仇恨别人 这是陈时中的回应 可是如果说你的字典里没有仇恨 你应该要看淡这一切 要看淡 那我们来看看昨天这场音乐会 感觉好温馨 感觉是不是要打一个 这个所谓的悲情牌 你看到蔡总统 不遗余力的站在陈时中 部长的旁边 而且他讲了一个关键字 唱歌 来看看 蔡总统说 陈时中一直在旁边唱歌 我发现他很厉害 我们有一个会唱歌的台北市市长也不错 可是 网络上有人就说 总统你在偷臭阿中 因为阿中 他唱歌 他真的很爱唱 也很爱喝喝酒 也很爱举杯 这个印象已经深入很多人的人心 总统你忘了吗 这可能是一个负面标签 所以下次要小心一点 那讲到仇恨值 到底所为何来 从哪里来的呢 徐晓鑫最近对上陈时中 那为了这个测意的事情 当然两个人你来我往 可是徐晓鑫提醒了大家 他说你要讲仇恨我就来跟你说 还记得吗 当时我们都在排快筛的那个时候 在词汇堂 在晓鑫的选区 发免费快筛 可是这些排队民众被人家说 哎呀 你这个是快筛乞丐 你去吃喔 你感觉要来这排队 排好多圈好多圈好多圈 所以晓鑫就说 陈时中你要不要谴责他们 煽动仇恨 谁煽动 测意 测意科学也疯狂出来的 就笑他们是喔 这个快筛乞丐啊 所以呢 这些仇恨啊 必须讲自己做出来的 很多东西都是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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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的喔 所以一桩一桩 很多人都在提醒你 我们再来看看林卓水 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啊 陈时中的仇恨值啊 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他太忠厚了 一代巨星为了民进党牺牲 他讲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所有的仇恨来源是蔡总统 因为蔡英文带头挺林志坚 不惜跟台大对立 所以引发重怒啊 而陈时中呢一头栽进去啊 所以大家把这个仇恨通通放在阿丁身上 可是这个逻辑也怪怪的喔 如果觉得这个蔡总统挺错人 跟台大作对 跟我们的最高学术殿堂 跟知识界作对 仇恨不是应该有在蔡总统头上引爆吗 可是蔡总统的民调还是很高喔 通通被陈时中给吸走了 这所谓何来呢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上报总编辑的一篇这个专文喔 他也承认啊 呃 陈时中的年轻票没有回笼 在台北市长选举这一 这一意没有回笼喔 所以要跟时间来赛跑 好那最新的一个这个争议啊 大家来看看 在PTT喔 有网友贴出来这一篇爆卦喔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高端的离职员工 他自称他是离职员工 他还拿出了一份公文喔 一份这个应该说是合约书喔 他说他忍好久喔 他真的很想要讲实话 因为他太痛苦了 他说其实高端喔 每一季卖给我们政府的是 1080亿元整 他拿出来这个合约书喔 他跟高端公司自己公布的 每一季880亿元差价200元 他说政府不说实话 高端也不说实话 这200元的差价是哪里来的 因为这是刚刚还发生的新闻嘛 所以我们也问了这个指挥中心 我们也问了卫福部喔 那庄人想给我们的回答是说 这是不时的谣言 会报案处理喔 不过高端的争议到现在 其实关于价差的部分 还是很多人有各种的说法 这一切都归向了陈时中 我们先请教韦韩 韦韩你怎么看啊 这个从民调一直到所谓的仇恨值 在台北市长这一局 高端一季1081块 这是现在目前网络上面讨论最热烈的 因为在网络上面大家爆挂了 刚刚爆挂 但问题是这个人是谁呢 他说他是高端的离职员工 那他会不会又是像我们前两天 徐晓鑫在讲的 看徐晓鑫你看他们开会啊 找人家去怎么样 都被要偷拍县市长 结果呢 是造假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们谈到有这件事情就好了 我没有证据或是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花了1081块 有人讲说没有啊 韩哥你记不记得 李平尹上某媒媒体人节目讲说 听说是1000多块 他也是听说啊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要走向民主 我们正在走向民主 我们还没有完全民主 我们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是不是正常可以选择 我没想要投这个人 但对不起他不是我那个政党颜色的 其实你被绑架了 我们就应该要用证据说话 这个事情如果确实是的话 相关等等的这些官员 不但应该要下台 应该要抓去关啊 如果是的话 但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也不能讲说 因为网路上有一个人 因为不对等嘛 今天我们以往是怎样 以往你想想看新票案的时间 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跑到立法院 立法委员开记者会啊 爆料者他可以不露脸啊 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根本不知道 写这个文章的人是谁 那我们现在习惯这样 你现在立法院开记者会 反而没有媒体报道 网路上面ttt爆挂 以后所有媒体都引用 这个有效 可是有效 我觉得不精确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当事人是谁 他如果说我今天出来告诉你 我就是高端的前员工 我姓什么名什么 我叫什么 然后我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为什么离开的 然后我告诉你 我在主事当中 我在高端里面 有负责什么业务 我告诉你就是一千零八十一 那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这样子我们再来讨论嘛 那你今天出现这个1081 什么的 我不是认为高端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有问题 这么长久以来 到了已经 都已经公布合约 他的说法是这样 881是合约价 可是最后 卫福部付给高端 是付了1081 他的说法是这样 我有去看他的文章 因为他也写了 我也看了嘛 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高端 原来是一千块 这个基础来讨论的话 像会有点危险 第二个民调啦 这张图请观众朋友 把它截下来 现在只剩不到两个礼拜了 两个礼拜以后 答案就会出来了 一般民调会做 因为误差范围在3% 正负3% 所以通常你看 自由跟三立 陈时中跟蒋万的差距都不到6% 你28% 误差啦 他其实31 34% 也误差啦 其他31 所以差不多 然后后来有一些不表态的人 投进来了 所以后来蒋万人赢了 他觉得我们民调没有不准啊 我们当时做的是这样啊 可是如果以中广盖入谱这个来讲 你看他明显差了12%的状况之下 如果最后开出来 是陈时中赢过蒋万人的话 那你就在检讨两件事情 就民调做过的那种事不精确 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聚访率太高 民众要投给陈时中 可是他完全从中广盖入谱里面 做不出来 但如果出来真的陈时中就22%的话 我们就再看 所以用回头看的方式啦 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 我觉得有一点半夜吹口哨啦 各自在讲说 比较清蓝的 我不知道中广盖入谱里面算不算清蓝 因为他好几年没有做 是第一年再重新做 自由三例 这很明显是比较轻率 那你自由三例出现 陈时中第一 可是观众朋友 除了自由三例以外 现在我眼睛所及看到的 包含联合报 美丽导电子报 TVBS联合报 没有陈时中第一的民调 所以大家就说 这可能是一个半夜吹口哨的民调 那我就不特别下去把数字讲出来了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 六都选举2018年 四年前的时候 三例电视台的民调 包含苏贞昌 林嘉隆跟陈青麦 看起来都是会赢的 后来都大输 这点给大家参考就好了 是 这个民调我只信TVBS啦 好 来 请教辉文兄 你怎么可以讲我的台词呢 你自己是TVBS 你要避嫌才对 我要抢先你一副讲 这话我能讲你不能讲 你讲就不公正了 这个PTT是台湾的乱源 PTT的新闻我是不看的 好 因为我也没有PTT的账号 所以这个 但是钱子PTT的那个 他的那个上线的那个是很容易查的 好 所以这个 要去PTT耍宝的朋友要 除非你技术很高超 不然你不要去PTT耍宝 好 这个后果要致富啦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刚刚尾翰提到这个 这是同一天 我先给大家看 就刚刚钱子讲的音乐会 好 你看喔 这是今天的自由时报 照片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就是陈时中夫妻啊 同一个音乐会啊 还同一个摄影记者拍的 连文字记者都一样 一个在全国版 一个在北市版啊 那我想请问为什么 同一张 其实这个在我 你们现在没有待过 我们平面不会这样处理 你怎么会同一天 同一个报纸 用同一张照片呢 你也太爱陈时中了吧 就是哪有人这样处理的啊 那你就直接说 你帮陈时中 那裡就好啊 这个 这个我觉得很不好 这处理一点都不专业 那你看这个蓝绿的拼场 你看这个是在凯道 这是在板桥运动场 他这个就用障眼法 障眼法厉害了 我拿这个这个照片给大家看 这个是凯道的照片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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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服门都都没有交管 警服门是可以通过 你看最上面这边 那我们来看这个板桥的画面 有没有 这个是板桥的画面 所以哪边的人比较多 你这样一比较 其实很明显是板桥的人比较多 那板桥的人比较多 我不能告诉你啊 我就我就把照片收 我就照片我就做这个 我就处理 你看国民党的场子这样子 然后民进党 看起来民进党人比较多 其实 为什么这个 因为这个是六都 所有国民党的六都的县市长 这个提名人 通通都到了 连租利润也到了 但是国民党 可以说是选前最大的一场 因为虽然下个礼拜 才是黄金周 可是下个礼拜 各个选家回自己的 这个选区去充斥 所以联合大造势是前天 11月12 所以观众朋友 你看这种 你看这个 这个联合报的这个处理 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这一场的人 都穿黄衣服 今年流行黄色吗 不是 因为这是动员来的 那你看这张图 为什么他们都带一样的帽子 为什么没发一顶给我 为什么 也是动员来的 这个就跟我们 2018看到的场子 不太一样 他这个动员 所以他会穿一样的衣服 会戴一样 蓝绿的场子都一样 这个跟我们以前看韩国瑜的场子 是不一样的 韩国瑜的场子 他去都是什么 都开自己的 都自动自发去的 然后还要去国瑜夜市 买个什么香肠 买个什么国旗 什么的 自己开 现在这个动员是什么 穿一样的衣服 不然是戴一样的帽子 这个动员 但是前置我的结论是说 回忆你刚讲这个民调 当我的结论 因为还没有封关 你们为什么现在做民调 11月26日才投票 选前十天 今天是选前十天吗 不是 那不是你做民调干嘛 我支持前置讲的 我相信T台在封关前 TVBS应该 因为TVBS上次做台北市长 是辩论那一天 是11月5号嘛 你看我都有在看的 还有一次 对 你是说真的吗 真的啊真的啊 还有一次 那我们就锁定那一次 用那一次来看比较准 好啦敬请期待 坚哥 坚哥你怎么看啊 台北市这一局 前置我一次搞不懂的是说 怎么这一次选举 过去选举没有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选举 没有人提到仇恨词 三个字 可是这一次的选举 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弥漫着仇恨值三个字 但是我在民间走动的时候 我不管是我们12个行政区的哪一区 其实民众没有再提 你也感受不出 说民众有特别的喜爱度 尤其是说特别的仇恨值 这个倒是没有 所以我希望说 奇怪仇恨值三个字 通通只出现在所有媒体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仇恨值三个字是不好的 坚哥那您赞成林索水讲的吗 我是好奇 因为林索水有讲说 这是因为他太忠心了 太忠厚了 所以把蔡总统 跟台大对干的这件事情 落在陈时中头上 你赞成吗 我在想跟台大对干这是不对 是不好 但我想陈时中没有这么做 尤其陈时中 我觉得他一开始 因为他没有选举过 所以我记忆所提 他三个多月前一开始选的时候 我觉得他充分信赖他的选举团队 那些选举团队也太年轻了 所以他们想的一些所谓的人设 我觉得有一些部分没有去调整好 但我觉得最好的人设 就是做自己 最好的文宣就是说实话 那我觉得近期这一两个月来 陈时中其实他已经调整回来 就是做他自己 那他在所有的演讲文宣里面 也都如实已告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月来 第一点我们绿色的支持度 确实是回流了 回笼了 第二点我觉得还有一点 扩大外溢的效果已经出现 你像凯塔格兰大道那一场 台北新北的这个造势大会 大概五六万民众 其实那一天的气氛 非常高亢 人数也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民调 前子我的结论是说 这个民调当然不能以单一台 或单一报纸为准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做出来大概一半一半 有一半的民调查机构或者媒体 他做的是蒋万安营 那有一半做的是陈时中营 我觉得倒不如把它相加出于二 大概是比较客观的看法 因为那样子就会排除掉机构效应 我们不是说哪一家做的就是不准 而是说多少会有机构效应 所以如果相加出于二 大概就是真实情况 而真实情况就是说 大概他们三位就像麻花卷一样 还在争斗当中 还在争斗当中 民调是科学的 我们支持民调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美国其中选举这一次 其实民调看起来是失准的 是不是辉完还有话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好不好 因为这个坚哥 这个大家都在凯道这么多年了 这个不可能有五六万了 这是第一点 看嘛 不用叫四叉猫 徽文看就知道 那个没有五六万 第二个就是坚哥讲说 这些没有人性的这些网军 然后坚哥还说要还陈时中公道 我就用这张图回应坚哥 指控网军的是谁 是赖富 副总统指控总统有网军 各位观众朋友 坚哥不方便讲的我来 全国网军总司令就是蔡英文 没有民进党的包庇 没有蔡英文的纵容 这些网军港这么嚣张吗 这些网军是怎么 你们现在是韩剧大老鼠吗 不是 是有人在他cover的 谁在cover这些网军 不就是蔡英文跟陈时中吗 所以坚哥你说那些网军 躲在键盘后面 我很认同坚哥 可是坚哥我们要塑本亲人说 这些年来台湾之所以有网军 是哪个党造成的 哪一个政治人物在包庇的 为什么那些网军 都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为什么 就问徐晓鑫就好了 为什么他们都跟民进党 站在一起 然后出事情 都是你们 都是你们 问题是你们 你们之所以会壮大 之所以会嚣张跋扈 就是有总统给你们看 这蔡总统给你们 那些网军那些网红那些车衣 平常是谁在喂养他们的 在豢养他们的是谁 也是民进党 所以前子回到你刚刚讲的仇恨 这个仇恨是谁造成的 为什么每次选举选到最后就是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为什么 待会广告回来我会补充例子 谁带头在制造仇恨的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就是民进党就是蔡总统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科技 谢谢 好 当然跟科技的这个 发展也有关系 那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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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在桃园的那个浮悬 然后场外人大叫 对不对 好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长什么样 你待会再跟我拿 我也拿不出来给你 好 谢谢 我已经给他了 你也好了 就是被特勤给拉走 被警察 刚刚小胖不是拿吗 要一天准备两三发票 那你会发两份钱给我 嗯 嗯 好 好 好 郑云彭可以拿下50万票吗 如果拿到50万票他就赢了 没有啊 要看投票率 哦 50万票其实没有很难啊 你知道蔡英文拿多少票吗 71万 对啊 投票率是 可是他那投票率很高 好那我问你 那你知道 其实我文章都写了啊 那你看郑文燦 2018年的时候 民进党逆风的时候 他拿多少 55万啊 对啊 对啊 民进党逆风他都可以拿55万啊 那次寒流 席卷全国 对 对不对 那次寒流 讨厌是谁跟郑文燦选 曾确胜啊 对 对 而且要特别强调 他是没有辞地委 去跟他选 哦 我还有去访问他 我想起来 他没有辞 嗯 这一次会不会只有一个人辞啊 会啊 看起来只有一个人辞啊 哈哈 因为只剩11天 搞了半年只有一个人辞 对啊 没有人要响应 这一次 这一次那个 国民党 现任立委选 现市长的 三个 对啊 没有那么 还有谁 另外两个谁 三个对 那什么时候要补选啊 三个月内 从他迟的那天开始算 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啊 迟的那天开始算 所以过年前 可能就要选了 没有他有时候会说 我宣布我持立委 但是我的那个 sign的我可能 拖几天再丢 反正就三个月内 没有没有 我可能拖几天再给立法院 再丢 那这样我可以拼那个啊 拼年奖 讲完人的会先啊 年终奖金 真的还有年终奖金 你问坚哥 坚哥当做立委 对 唯一支持坚哥啦 谢谢 好我们来看看呢 蔡总统全国在服选 可是有几个地方 他特别偏爱 桃园呢 他在最近去了八次 哇一直去一直去 一直去 曾孕彤到底有没有赢面呢 他自己上节目的时候说 他可以拿到五十万票以上 然后会拿下最后的胜利啊 而且他说 为什么他有这么有自信 因为他在路边早街 他看到民众的心是暖和 呼呼的 伸出来的手也是暖呼呼 热轰轰的 所以他知道 他会赢过对手 可是我们来检视过去 桃园三次的大选记录 2014年 当郑文燦 不小心啊 赢得这个市长大位的时候 他拿到的是49万2000多票 刚刚过半 2018年 民进党大逆风 那一次寒流席卷全台湾啊 郑文燦是拿到55万2000多票啊 那这个拿到53%的选票 可是蔡总统在2020年 大胜那一次 他拿到将近72万票哎 现在就要看蔡总统跟郑文燦的票 能不能够完完全全 转移给郑韵鹏 而蔡总统昨天又到桃园去了 可是很尴尬的是 场外有人大叫 下台啦 听听看 就是我们浪漫财商线计划 中央投入的6.35亿 在楼台的红火圈子 在场外有人大喊下台啦下台啦 不過蔡总统还在台上说话的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警方 我不确定是特勤还是警方 可能是外围的应该是 这个维护秩序的援警 已经把这个人给拉走了 在网路上有人看到这一幕就说 蔡总统你不是答应我们吗 你不是说有不满意的时候 可以拍桌大叫吗 那我现在有话要说 你就把我给拉走了吗 这是人民恐怕是很想要传达一些心声啊 你也看到张善政作为对手哦 他说蔡总统你不要荒废国政啊 每一次都来普选 那地方建设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呢 郑运鹏最近呢也在打抗中牌 你可以看到他今天呢 有一场这个公开的场合 特别提到什么 提到民主晶片哦 他说如果你选了国民党的话 那会让民主国家疑虑 理由是他认为国民党是亲中的党派哦 他说他说民进党来主导半导体的产业啊 这是最好啊效率最高而且信任度高哦 国际也能信任啊 所谓的民主晶片才能够落地生根 如果让其他党派哎 那可就不一定了哦 那蔡总统也加码了 他说如果让这个绿色执政继续在桃园的话哦 未来桃园就是会全球的半导体 最先进制成的首选啊哦 那网路上有人就在讲说怎么搞的啊 总统又在开支票 又在画大饼了 如果是张善政呢 如果是张善政拿下来了 台积变的大饼就没有了吗 哦是这样子吗 那相对于郑运鹏所谓的飞龙在天说啊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讲 他说世界需要桃园 让龙潭飞龙在天啊 网路上也是一片酸溜溜的说 哎呀中国棚你要飞到中国吗 这个标签恐怕已经如影随形的贴在 郑运鹏的头上了哦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包括两边大家讲负面选举啊 看起来也是不可避免的 两边都在做负面选举啊 呃包括你可以看到呢 呃韩国瑜去帮张善政站台也被贴标签啊 说哎呀你放心交给韩国瑜的团队吗 就是要把他搞臭吗 那这个所谓的桃园这一意啊 有人说欸张善政领先 那绿的也说才怪是郑运鹏领先 两边也是各自吹哨壮胆 可是必须讲哦 呃不到最后关头 恐怕你都很难放松 蓝营有人现在很乐观啊 有人已经对外放话说 赢了10%以上了 可是你你要看哦 这个呃在桃园这一局哦 总统八方哦激化了绿支持者归队哦 看起来绿色的这个选民也归队了哦 那张善政一直打的是佛系 或者是偏冷哦 偏冷的冷战啊 你这样子一直到最后关头 有没有可能被翻转 或者是其实你的盘也没有那么稳呢 所以还是没有乐观的本钱啊 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呢 沾江村哦 村长他打的蛮蛮用力的 必须讲他监督的力道很强哦 他最新的一个爆料 最新的一个所谓街壁是什么 黑心总图啊哦 桃园的总图书馆花了这么多的钱 结果现在呢 发现有违章电影院 他在二三楼本来不应该有夹层的地方哦 他空中楼阁耶 弄了一个夹层耶 而且要用美食街 大家注意美食街是有明火的哦 哦这是变更设计耶 原来的建筑师不是这样设计的 你这样变更 你有经过这个市政府 或是监督单位的同意吗 看起来是没同意 因为桃园市政府说 这样不行我要罚钱 如果沾江村没有发现呢 如果没有人检举呢 会不会变成一个公安意外 这个真的很严重啦 很严重啦 4D电影院你现在要弄有明火的东西啊 是要播到火龙喷火 有火喷出来吗 旧人就在那边考虎啦 的的确确你这个公安真的哦 看起来的的确确哦 没有好好的监督 你应该叫他立刻拆除啊 怎么还说罚钱呢 你跟动了这个原始设计 那个很可怕 国际监厂商有一个大的商场 整个倒塌 你就是编更的原始的设计 不应该把它卡掉 不应该把它弄掉的这个梁柱 把它给这个切掉 然后又夹层 然后又这个夹重 这个是万万不可 万万不行的哦 没有因规定来拆楼板 现在这个楼板都还没有拆掉耶 不知道后面要怎么搞哦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这个辩论式政见 明天登场哦 明天有个公办的政见会哦 邓一鹏说哦 我最熟悉郑文灿的政绩 所以选我选我选我 可是你也很熟悉 这些公安的弊端吗 你也很熟悉这个羽球场的这个设计吗 如果以你知道的话 你为什么不讲 还要占江村来讲 你应该要勇敢的占出来讲啊 哦 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哦 这个民调或者是大逆风哦 最后选举翻盘的事情哦 音界就在前面不远啊 美国的期中选举这一次 本来大家哦 美国的民调 美国的专家都说 哎呀拜登会整个兵败如山倒 共和党会赢 结果看起来并没有这样哦 拜登只赢下了参议院 众议院还是拿回来了 只有补一点点脚而已哦 蔡总统信心大增哦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过去在包括2020年的总统大选 以及之前的四大公投 我们都可以看到蔡总统 他有用读稿机被骂 他有双煮菜便当集会的时候被骂 有游览车载人来被骂 演讲的时候民众哦 被驾离场被驾离场外哦 被骂 刚刚不是在桃园也出现了吗 可是集满这四个拼图 他还是选上了啊 哦 所以会不会现在讲说哎呦 怎么会这样啊 民众这边拍桌你都听不到啊 不是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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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太乐观哦 好我们再来问问看这个维翰 维翰你怎么看啊 桃园这一局 刚刚前子讲到那个美国的 参数两院的选举 其实我觉得哎 就可以好好比拟一下 当时会讲怎么样 红朝袭来两院都输民主党 民主党那个已经GG了 没有啊 没有啊我们如果照现在看起来 所有民调来讲 民进党只剩四个县市可能都没有了 我看到那个是谁 我忘记是谁了 抱歉我现在有点脑霧 有一个人啊 我知道啊那个许信良弟弟许国泰 他说全台湾只剩一个县市啊高雄 其他通通都是国民党赢 连屏东台南市跟嘉义县 他都认为国民党会赢 民进党不会赢 许国泰 许信良这个前主席的弟弟嘛 那看起来 国民党只剩四席啊真的吗 我就跟大家讲 眼见现在眼见都不一定为凭 显得个许巧心啊 怎么样找狗仔去偷拍 那都造假的 何况你眼都没见 那个郑文燦上礼拜五 他是上我的节目专访啦 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啦 因为确实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 都没有在跑行程啊 都是靠那个郑文燦啊 连阿扁前哲宏访问郑运彭 都是郑文燦去郑运彭在视讯 结果我打电话去问阿扁 他说那一天其实录影时间跟播出 完全不是同一天 他是先前郑运彭确诊的时候 他当然不能来现场啊 然后他给我看他的裤子 他说他这个裤子是很久没有穿的 年轻的裤子 今天上我节目礼拜五的时候 特别拿出来了 因为他的腰围少了两寸 减六公斤 郑运彭他真的瘦很多啦 因为我认识他也很多年嘛 他说很多人讲我没有在跑行程 他从街棒 就是林志堅换完换他 到现在三个月 他说我跑一千个以上的行程 他很有自信啊 刚刚那个签子在问说 五十万有可能吗 我PO那个文章 在网络上 多少人下来留言 吃点吧 三十万而已 你们都用情绪在喊 就是欲力讨厌郑运彭 怎么会呢 这个也是我整理的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2014年是民进党 大顺风 因为太阳花 当时郑文燦就拿49万了 可是到2018年 韩流记的吧 就不赘述了啦 全台几乎都是民进党 输得惨惨的 郑文燦还可以拿到五十五万二 逆风可以拿五十万二 那现在说没有逆风 也没有顺风 拿五十万很过分吗 那个人是郑文燦啊 不是郑运彭 郑运彭很差很逊 那如果开出来有五十万呢 所以你要跳脱同温城 所以光是郑运彭 都没有在跑行程 这件事情一看 好像这个船员就不是真的 嗯 他说他跑一千个行程 他有他有记录的嘛 三个月跑一千个行程 表示一天要跑十个行程以上 他确实也瘦很多 那他对于盛选有信心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我必须说一个 因为我讲的不怕被人家骂 总统每次去人脱走 是 他是有讲说 你可以大声一点 可是今天总统 不管是陈水扁 李登辉 马英九 蔡英文 我们的国安特勤条例 就是不允许有人 在总统面前这样子 今天马英九十七的时候 也是一样脱走 也是一样脱走 你叫嚣他会紧张 就要把他脱走 除非总统下令 如果韩国瑜当总统 他也得去告诉 国安特勤中心 我任何场合 你们不用付 可是国安特勤中心 也会想说 你怎么会打死呢 我以后也就升官无望了 我上校要升少将 好这个就事论是 就是我们看到总统的场合 有人发出大声的 声响抗议的时候 我们的特勤中心 就是always 一个SOP就把他脱走 那哪一天 如果兼哥当总统 那兼哥可以讲说 我都不脱走 那再来讲 那现在确实是这样 所以倒过来说 我觉得看民调来讲 民进党这次是舒惨的 可是我一直等13天 没有多久了 如果出来不是的话 那就要注意 你看到的那些 民调是不是代表 民进党今年的一个状况是 因为施政也不是很好 民众也不是很满意 所以做民调的时候 他可能都趋于隐姓 我不愿意讲 我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如果投出来 连基隆 新竹 桃园 都是民进党赢的时候 我们再回头来看 到底这段时间的民调 还有我们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 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韦翰 刚刚这个有人是在 网络上跟我讲说 有人去抗议马英九 有一些是没有被拖走的 是这样吗 因为你常跟着马英九 我是不确定 只要是大声叫嚣的 一定会带走 一定要带走 你看马英九 除非是我刚才就有一次 是去受难家属 然后马英九在上面讲话的时候 下面在叫嚣 那些人是来宾 所以马英九就跟国安特勤中心 讲好了 这个韦翰哥都听我讲过了 所以他们在那边吵的时候 他们是围着马英九 马英九继续演讲 可是如果你在行进间 有人出动 像有个人丢马英九一本书 被出卖到台湾以后 那个人也是带走 他讲说丢书而已 这样没问题 拖鞋 OK 没有 特勤中心它执行一定是这个强度 就一定要带走就对了 因为这是我们国安特勤条 第23条所讲的 这我副先生跟大家说 好 谢谢这个危害事宜 因为其实很多人 不是很理解这个细节 来 辉文兄 您怎么看 前日你提到桃园 我是比较希望说整个 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封关民调 我是比较坏心 我是希望所有的民调 通通翻盘 但是他们都会找一个借口 是因为他们公布的是选前十天 他到时候就跟你讲说 十天有很多变化 会逆转 会有各种奥波 耳语 走路说什么 所以被逆转了 所以我十天之前公布 民调不准 你不能怪我 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是非常支持 赵先之前讲的 我们不能被民调给绑架 什么事情都在看民调 然后在那边交叉分析 讲一大堆 刚刚伟翰讲的桃园这个 我是非常的感慨 因为桃园以前不是这样子 在郑文燦 就刚刚讲说郑文燦当选 他是莫名其妙当选 因为郑文燦他第一次当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民调是吴志洋领先 是吴志洋赢的 那想说那怎么可能郑文燦会赢 然后呼噜呼噜 那一年是因为柯文哲的效应 很多人想投柯文哲 可是选票打开没有柯文哲 他就只要投郑文燦 跟2018一样 很多人想投韩国瑜 选票打开就没有韩国瑜 那就只要看到爱屋即乌 看到国民党就给他干下去 所以国民党在2018才能狂胜15个县市 那桃园呢 牵住我们必须讲 这个两党的提名 都是一个乱局 这个民进党就不用讲 林志坚的那个大乌龙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桃园是 这提名是怎么出来 你不要忘了罗志强的前面那半段 在吵什么呢 那为什么罗志强 罗志强是犯了什么天条不能选 他就是不让你选 你连选的机会都没有 桃园国民党也有立委啊也不行 这个桃园立委也都不能选 他就是要张三郎去选 那所以这个成败就是这个 所以我说嘛 蔡总统的这个提名跟朱主席的提名 这两个党主席 哪一个吐嘴的就 我们26号开票完之后 哪一个党主席对负责 因为提名是你提的啊 你都立排众议啊 就是要你的人啊 那你的人 那我们就用桃园当例子好的 一定有一个党主席吐嘴嘛 废话 不是朱蒂伦吐嘴 就是蔡主席吐嘴 哪一个党主席 提名错的 我给大家看在台南 这个是谢龙介在庙口的这个 一个聚会的这个演讲 他被嗆什么 下来啦 很重的他就嗆说下来啦 第一个就嗆 谢龙介跟他回谈 你叫我下来 你叫我下来 我下来 你叫我下来 你叫我下来 谢龙介说 我说完我就下来 我讲 那谢龙介讲什么 让大家听不下去呢 他在说那个开床的事 他现在他到一段落说 郭再卿是谁 这个前一次 我们上礼拜也播这影片给大家看 那个时候 总部陈列宣说 他是中纪委 他给他介绍说是黄伟哲竟算的总干事 这个 这个就是郭再琴 蔡总统又帮他打破了 他的前面是谁 王定宇 前子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前面介绍的是电影 王定宇介绍完之后就介绍他 你这样知道他的分量吗 知道排名 蔡总统他这是站几个次 他是站第一次 你要有那个陷阱 总统你演讲 你看到去第一次 法官判两万元交保 观众朋友 開八十八千两万交报 用到那些数学不错 一张床借两百二十七元 两百二十七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就是这样 才会变成这样 所以前子 我的结论是这样 我拿这个给大家看 来 这有点缺乏的缺乏 这个是警政署政风市主任 这个是新北地监署 办林秉文的检察官 这两个都是女的 两个女的检察官 跑去人家的招待所 唱歌 唱歌 唱白人的 那些都唱阿斯巴拉的 招待所就是 你是检察官 我可能叫你出钱吗 桌面酒水谁处理 一定是业者处理 你们两个 这个更离谱还是 警政署的政风市主任 高检署派 为什么你能去当政风市主任 你的操守 廉洁没问题 我才让你去 结果你还去接受招待 这个的确很夸张 你自己还办洗钱案 笑死人 这真的很夸张 在八八会所唱歌 来 前子刚才回闻 有点讲这个 其实两大党 都应该透过初选 来决定提名人选 三个臭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 更何况初选是等于 一个小规模的社会 的调查一样 所以用初选来决定 参选的人 这才是正确的 那而且在这一次里面 国民党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都已经输大败成那样的 还变成党主席 一个人来决定 硬他认为谁优秀 就要提名谁 那蔡总统就是 完全 对 蔡总统至少 因为他 我们两个党都这样规定 就担任总统 当然是第一个 理所当然党主席 但是第二个 他也是经过我们中职会的讨论之下 那受益说 这一次来不及初选 直接 至少还有经过一个程序 国民党是完全没有 是来不及初选吗 就是朱立伦 我个人反对没有初选 我认为 不管谁多优秀 谁不优秀 有选民透过初选 来决定 这才是对的 还有事实上 我再一次强调 其实我们社会当中 绝大多数人 互相都没有仇恨 即便支持是不同的政党 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地方 社会是很和谐的 所以我希望台面上的竞争 大家适可而止 不要丑太毕露 总统应该起来做表率 每次讲台湾对 大家都台湾对 他也台湾对 大家都台湾对 对 但是蔡总统也是希望说 把柄做大 希望大家都来加入台湾对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对 总统他有人在外场叫嚣总统在场合 根本不用总统下令 他讲的是那个什么洪仲秋告别式 有人在那边下跪什么的 有人呛他 你记不记得洪仲秋事件 他去灵堂的时候 然后他一路走进去 旁边很多人在呛弦 对 他们是举这个例子 这是什么例子 叫他跪的进去 这跟蔡英文去拜庙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跪的进去 其实我也觉得 你总统在上面讲话 如果底下说下台 下台 应该还是会被 待遇现场 只要总统在场 突然有人发难拉布条 特勤中心 我们总统府记者就讲说 这样很难看 对啦 总统都会讲说 不是我要求的 特勤中心 特勤中心23条 他可以指挥县市的警察 所以特勤中心的指挥官 到了以后 他有内卫 中卫 外卫 内卫23人 跟总统在一起 中卫大概100到200人 他们是检查 然后过安检门 另外还有外卫 小宪兵根本没带枪的 500个人 你根本不认识他 你再讲一遍 你现在突现有人在吵的时候 他就会 指挥官就会叫警察 跟维安把他们带着 也不是总统那位在做的 总统那位带防弹公事包 跟着总统上车下车 他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的 就这么简单 对 对 你是 万一韩国瑜那天当选 韩国瑜在讲话 像有人这样 一样是脱走 他没要选了 对 我是说那时候 他选掉了 嗯嗯嗯嗯 不 就是那个民调嘛 弱中犯台 自卫队跟美军联手 对付共军 什么军纪 王毕胜升官这个 军纪败坏 好 好 好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想要凸显的是说 之前马英九可能在一些场合啦 有人来 譬如说下跪成情啊 或是呛他 他可能没有立刻把他拖走啦 叫凸显这个部分 可是蔡总统没有机会走入民间啦 至少我们看不到他走入民间啦 所以蔡总统不会有这种机会 他只有在演讲的时候 或者是公开的场合的时候 才会有可能被呛陷 嗯 谢谢 选战倒数计时 蔡总统又来了 来什么呢 卖芒果干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他在浮卷的时候 不断的在讲说 哦我们要让世界看到台湾喔 台湾的民主要跟世界来展示 要让世界正名守护民主的决心 仿佛不投给民进党 台湾就不够民主了 那干脆宣布 台湾不能阻其他政党 只能投给民进党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小布希总统中心 邀请蔡英文总统 邀请泽伦斯基 那我们台湾想要投票 台湾如果投 不把蔡总统支持 外国人看到 我们就来说 那这台湾怎么会这样 这票 不是像投一个地方参去 这是关系台湾的国家 安全战斗 大家一定要这位 认真投票 赢好赢 每次都这样 叫我们赢好赢 不然投给民进党就不对 这个其实老实讲 我真的非常有意见 而且也听不下去 你讲到说国家安全 不投给民进党就 国家就不安全 我们就要亡国了吗 如果不支持民进党 台湾就会亡国 你一直在卖这个 老实讲 听了真的 包括台北市首都市市长的选举 蒋万安 一直有一个 如影随形的一个媚营 一直在他身上 那就是执政党不断的说他 你爸爸是买办 如何如何 苏仁昌也加入了 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最高的行政首长说 我没有在选举 你万安 我不用歪楼 为什么万安会 他会提到万安 因为万安就讲说 你的女儿 你这个官员当这么大 你的女儿标案也越接越广 苏仁昌的回应是说 我没有在选举 可是没有选举 你家人就可以参加标案吗 网络上可能很多年轻人也不这么认同 也不这么这个看待 我们再来看看呢 包括你攻击这个 蒋万安的爸爸 蒋孝延 最近有一个这个民事官司的败诉 他苏仁昌又硬把它转为移花接木 说成是法院认证 又在抹红了 那讲到台海安全的的确确 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 我们就来看看过去日本 大哥哥有讲过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可是最新的有一个民调出来了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新闻通信调查会 做的一个民调 他问日本人说 如果台湾有事 你赞成 自卫队跟美军联手 跑到台湾 帮台湾人打仗吗 看到这里没有 74%的日本人说不要 为什么要 我反对 其实我可以理解 日本人这样也不自私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你现在叫台湾人出兵 去帮日本人打仗 叫台湾人出兵 去帮美国人打仗 你会愿意吗 那包括现在军纪 台湾兵 我们台湾的军队 还能不能够打仗 很多军纪败坏的事项 一个一个跑出来 你看到政战主任 这个是131舰队的一个政战主任 因为有一个个人风际 男女关系复杂 所以他自己申请退休 可是军中炸锅了 为什么 基层说 他还可以爽领 爽领退休金 可是我们必须讲 这一位主任 政战主任 已经算是之所进退了 还算之羞耻 他自己申请退休 这个人 小三被拍到 孩子都生出来了 还可以升官 这个怎么以朝公信 来 先问问看伟翰 台湾会不会变香港 这是过去两年 选举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看到香港反送中之后 2020年 韩国瑜是说了很多了 所以芒果干当时是有用 现在也没有用 我们讲半天不知道 票开出来才知道 2024年的总统选举 才是卖芒果干的时候了 怎么会是今年呢 今年是县市长选举 你说现在芒果干 只会卖芒果干 有没有用 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这不是两岸议题 但倒回来讲 如果民进党卖芒果干 就是说台湾不要 变成香港 那为什么国民党 没有办法反制呢 国民党 只要国民党执政 根本连芒果干 都没有拿出来赛 不会被打 也不会打仗 然后我们又是中华民国 那你为什么 无法说服台湾民众 国民党执政 台湾不会改变生活 也不会变成一省 也不会变成特区 也不会打仗呢 所以这国民党 应该是自己去检讨的 那日本这个 我先跟大家报告 因为一直本来 就不应该期待 美国跟日本帮台湾 你可以讨论 或许我们认为可以 这个郁城丹尼 他的父亲就是美国人 之前在冲绳的时候 住的美军 那他的母亲是日本 所以他叫郁城丹尼 他现在当知事 他其实主要 因为我上次有跟大家报告过 我看了他的前后文 他是接受 《环球日报》的专访 好 那有解放军背景的 大陆媒体 现在开始要恢复观光了 冲绳25%的观光 来自中国大陆 现在恢复观光了 他先喊话 我们沖河不是 什么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我们不希望的 我们也不挺 两岸问题的时候 不挺台湾的 所以他先表个态 第二个 真的要做这个决定的人 也不会是他 他是冲绳的知事 他没有办法管冲绳美军 美军基地 冲绳的加索那 这个机场起飞 他不能管 所以美国如果真的 要来帮助台湾 这个冲绳知事 他也无法去阻止 那这个民调 这个最新的要看清楚 不要有这些幻想 认为日本人 会帮台湾 会不会不知道 可至少 74%的人是反对的 可是我也要提醒 各位看我们 节目的观众朋友 还有22%的人 日本人是说 嘿好喔 美国如果要帮台湾 我们也跟人去打 赞成的也有22 赞成 对 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那本来 台湾有事就是没有事 这句话本来就不是日本 他立法或者是入线的 那个是安倍晋三的想法 这也不是全部人的想法 所以我是觉得说 应该要分开来看 最后我讲苏生昌 因为这个重点 跟讲案什么完全无关 是因为苏院长自己的女儿有讲过 院长当 还在当院长的时候 不拿政府标案 现在也真的没有拿政府标案 可是呢 是拿了标案之后呢 下游厂商的合作厂商 你也做了 你应该问院长说 这样子的解释 也有赚到政府的钱 有没有违反当初的初衷 没有拿标案是事实 可是有赚到政府的钱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也要跟大家讲 你还不这样做 来 请教惠文兄 前子这个 看到蔡总统跟苏院长的复讯 他们就是打抗中保台 那这个有规定说 地方选举不能打抗中保台 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你看蔡总统 他在这个11月12号 在凯道这个场子 他说 我没有在一国两次 台湾方向下屈服 更没有让在 进香港中联办的人 成为总统 更没有让走进香港 中联办的人成为总统 他在批准谁 他在骂韩国瑜 2019年韩国瑜到香港去访问 中联办的争议 补刀的是郭台铭 我播这个声音给大家听 你听听看蔡总统讲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没有在一国两制 台湾方向下屈服 更没有让台 更没有让走进香港 中联办的人成为总统 11月26号 我不太懂 去香港中联办 十个高雄市议员 陪着韩国瑜去聚餐 这样能卖台吗 韩国瑜去香港中联办的时候 总统是谁 是蔡英文 那一个高雄市长 要怎么卖台 是这种水准的人 那前子我 我结论很简单 其实这个就是 国民党也在抗议 就是说民进党 只剩一招抗中保台 是啊 可是前子 这就是我们很像 我们在比武一样 我跟前子讲说前子 我下一招要出抗中保台 我已经跟你讲 我下一招要出抗中保台了 够意思了吧 我已经告诉你 我要出哪一招了 那你还被我被我打输 那是你的问题 因为我上次打赢前子 我也是用同一招 我就冗筑 这我就没把这 我就存这招而已 我已经跟你讲 我选举 我要用抗中保台打你了 那你还被我打败 那我要回应 刚违翰讲的没有错 那就是你国民党的问题 我就跟你讲 我只剩芒果干的 民进党就不会执政 就喊 憲哥我谢谢 不好意思 民进党就是这招你喊 他就很会选举 民进党不会执政 只会选举 国民党是不会选举 也不会执政 那你怎么跟人家玩 你一定选不赢的 国民党赶快去山洞里头练功 来 前子 就是确实 确实打抗中保台 这确实很会选举 但是这很会选举的是谁 是国民党 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月 国民党都输了 上个月习近平 他宣告登基的隔一天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跟前总统马英九 他们马上发表说 说投给民进党就一定会战争 说不要战争的话 应该要投国民党 所以他们一样是打抗中保台 只是朱立伦跟国民党 抗中保台的定义 他是说 投给民进党就会战争 所以抗中保台要投给国民党 那其实我们地方选举 应该谈地方的建设 对各城市的愿景 应该是谈这些才对 所以先把这一次地方选举 拉抬到抗中保台的 其实是朱立伦跟马英九 是这样子 是他们先讲的是不是 他们在上个月就讲了 所以憲哥觉得 不要打抗中保台 回归市政 回归地方 所以打抗中保台的是国民党 他们先打 他们先打 你看这两个礼拜 所以才开始会有 苏貞昌跟蔡卓董的 这一个讲法 否则在这个之前 其实大家各城市都在讲 各城市候选人的证件 好 谢谢坚哥 支持坚哥 我们已经节目结束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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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 五点半 五点半还没 那个刚刚日本放出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说习近平17号见岸田文雄 那个在 那个还是在G20 嗯 那是三天后啦 对 最后一个见 临时补上来 所以是日本人求见 日本宣布 中方还没有证实 OK 因为这个都九年是在APEX之前 APEX是18号 嗯 所以等于是最后给你加上去 APEX在 排在赛内加尔后面 OK 排在赛内加尔后面 哈哈 没有啦 他是赛内加尔阿根廷 在印尼嘛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如果是17号确定就是印尼 巴黎岛也是印尼啊 巴黎岛也是印尼啊 对啊 去巴黎岛度假真的蛮爽的 嗯 巴黎岛这里面生意都不要做了 蛤 生意都不要做了 为安他一踏不足 对对对对对 将军我们可以不戴口罩 可以呢 谢谢 谢谢 每一次戴口罩 对戴口罩其实讲话蛮费力的 对不对 对啊 还缺氧呢 是啊 因为我们有隔板 你看看 安全措施都有做 哎呀 要感染脱风感染 无衣性免 哈哈哈哈 不会啦 早晚都会中 都中了 我都中过了 我也中过了 对啊 这个日本这个行程有点怪 你觉得日本人要干嘛 不是他就是 就是一定要见面吗 对啊他想干嘛 岸田要干嘛 不是像那追星一样的吗 哈哈哈 不见多明明 那个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宣布 刚刚宣布 1 6 5 4 3 2 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 下载之后 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我们新闻大白话 转世回来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新闻大白话的新闻大白话 今天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钱子 先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老平安 退役中将率化明将军 各位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 再过11天就要投票了 蔡总统呢 他非常注重两个地方 包括台北市包括桃园 那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他一直在桃园请走呢 为什么在桃园固庄固票呢 那是因为他如果输了桃园 或者输了台北市 两个地方都输 他可能要辞掉党主席 可是吴子佳说 大家想太浅了 他说就算蔡英文输掉了这个台北市跟桃园 都不会辞 为什么 因为蔡总统现在不是在卖这个芒果干吗 他可以说 目前台湾很危险 我们输掉了这么多席 台湾有危机啊 我蔡总统是唯一守护台湾的人 我不能下台 什么阴谋都可能发生 为什么他要牢牢的站住这个主席的位子 那是因为他要主导2024民进党内的人选 就像2022把初选给没收一样 我要主导下一个接棒的人 是谁 所以这是吴子佳的说法 掌握党魁 为郑文灿铺路吗 还是成见人呢 大家都在看 因为呢 这个可以看到 赖神可能不是他喜欢的人 那来看看呢 刚刚讲到的基隆 桃园新竹这三个地方呢 都是民进党想要回房的县市啊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桃园跟新竹这两个县市过去 看起来是国民党比较占上风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县市 可是后来经过八年的这个翻转呢 因为都是由绿色来执政嘛 好像看起来蓝绿的板块已经被挪动了 就拿2021的四大公投来看 这三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都投出了四个不同意 投出了这个四个同意 包括基隆 基隆过去非常的蓝 真的是非常蓝的地方 现在都投出了四个同意 所以蔡总统把最后希望到底寄放在哪里呢 桃园看起来五五坡 基隆看起来也五五坡 是不是新竹他觉得比较有胜算呢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呢 民众党的高洪安最近一直被狂轰猛炸 必须讲他自己的秘障呢 当然有他自己必须说清楚的地方 可是媒体铺天盖地 还有绿色的电视台的政论节目 不断把这几个标题啊 通通一而再再而三拿出来做文章哦 几乎啊必须讲高洪安已经变成一个恶女了 那我就看到网路上有人在讲 就算高洪安他的确有这样子账面不清楚的地方 那民进党8400亿的这个钱 钱瞻还有包括防疫的经费 以及新竹12亿棒球场 那个比例原则在哪里哦 还是很多人希望民进党可以下台 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这些 币案通通给料出来 通通给查清楚 而高洪安到底能不能够 上新竹市市长宝座这一席呢 郭台铭的态度变得非常的微妙 也很关键哦 现在大家在看 为什么你的子弟兵 如果我说高洪安是郭台铭的子弟兵 应该不为过吧 可是你的子弟兵一个人在战场上作战 郭台铭怎么都不出手呢 他太多怪怪的吧 我们看看11月13号 郭台铭出席了台大的一个中心的典礼 他说不要失交 我会用脸书回应 那个时候所有记者都把麦克风嘟到他的脸上 问郭董郭董你到底要不要挺红安 他说我用脸书 我用脸书 结果我们就看到脸书他发文了 昨天的6点下午的6点18分他发文了 他说我个人认为新竹需要一个能够跳出传统政治框架的人 由科技出身理解科技产业以及发展趋势的人来带领新竹迈向未来 OK 这个话很模糊啊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有人就讲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讲说我挺高红安 你为什么不直接讲这个科技人就是高红安 他是不是不想得罪国民党 也不想跟蔡英文对刚呢 因为你说科技出身啊必须讲啊 虽然高红安是工程师 可是林根仁的学历里头他也有科技管理这一项啊 那所以呢这个郭董的这个未来的动向就很受瞩目了 也有人说了啦 郭台铭哦 他这样这个洞见观瞻或是不左右 不左右都不得罪 是因为他还是有意再战2024 所以如果2024郭台铭想要有角色的话 可能有四套剧本 第一个你就要加入民进党的阵营嘛 目前看起来比较不可能 在政治光谱上也比较远 第二个你跟柯文哲民众党柯文哲搭配 第三个重回国民党阵营 那你要看里头国民党主统不同意 喉统不同意 第四个独立参选 所以大家要看 年底的选举牵动2024非常的密切 那我们再来看看 蔡总统的催票啊 又是老瓶装新酒 旧瓶装新酒 今天他推出了一片短片 找的人是聂永真 然后呢说什么呢 11月26号要为台湾挺身而出 回家投票 如果你不投票就没有自由 我们要维持自由的生活方式 讲的好像台湾快要亡国了 亡国感非常的浓厚哦 必须讲像这样的操作 有时候你会说这个还有效吗 有效 网络上面大家就开始发笑了 蔡总统要求大家不断的转传 回家投票缺你缺你不可 在年轻人中间其实正在发笑 怎么看看年轻人他们注重的是什么 他们想看的是什么 他们转传的是什么 像这位里长被称为是 这个台湾最美丽的里长候选人 这位小姐她23岁 她叫做陈子瑜 她只是选一个里长哦 昨天办茶会哦 万人空巷不夸张 你看看 一万人到场 这些人可能都不是这个里的里名 也没有投票圈 可是大家都在朝圣了哦 大量的粉丝都来了 从这一件事情可以来看看 如果有人想要用他的名气 他的粉丝 他的声量 在社群媒体上面操作 其实很容易啊 所以有人说年轻人最好骗 年轻人最好被操作 大概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有里长候选人去跟他合照 也是沾光吧 对对对 所以你看亮哥 你看现在的选举 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哦 我干脆就是推像这样 有人气的人出来 不过我们先请亮哥告诉我们 吴子佳的说法到底成不成立 不管北市 桃园都丢了 蔡宗宏也不会下台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啦 他如果印这样 那党内恐怕会有激烈的斗争 因为你印不下来就是 第一个你要掌握部分区提名权嘛 党主席要运作还是可以运作个 五六席一定有的啦 那第二个就是总统你硬要提陈建仁嘛 那你想一想那个爆炸的程度 因为台北本来就不是民进党嘛 主要是桃园啦 如果说台北桃园 你都不用负责了嘛 对不对 那郭董那一段我觉得 怎么大家都读错重点 读错重点 他重点是第一行 跳出传统政治框架 那这个就很明显就是高宏安的嘛 那他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说我挺宏安 不是 他就是不想这样嘛 他第一句话就是要跳出传统政治框架 沈慧弘能跳出可见谜吗 嗯 对不对 领个人已经当了五届的市议员 那也是传统政治人物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已经近在不言中了 大家还在逼他这也蛮奇怪的 那这个内永珍这个表态事实上用处不大 用处不大 因为你要知道总统大选回家是有意义的 因为是要比总统的全部票数 是 可是南部民进党没有危机啊 嗯 而且大部分回乡是回中南部啊 不是回北部欸 北漂的回南部 大部分都是北漂啊 北漂的回中部 中南部来台北区的才多嘛 目前你不觉得中部跟南部的选情 其实蛮稳定的 几乎都底定了 是啊 所以回去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在呼吁什么 有没有搞错啊 公民权啊 总统大选确实有用 是 因为总统大选 民进党向来都是用南部的票来补其他地方嘛 嗯 因为他是算总票数 对 你这个不是啊 那个县市长大概看起来中南部都蛮底定啊 嗯 所以我不知道回乡要干什么 嗯 那18岁公民权回乡 我认为恐怕也不是重点吧 嗯 重点是投票率 是 是 因为林喜耀讲的很对啊 因为 总共要有900多万人出来投 才能够过总体的二分之一嘛 嗯 这难度真的非常高 是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 这个 这个诉求没什么用啦 嗯 因为今年的决胜点都在北台湾 这个是老招了啦 可是我们都认为说 总统大选有意义啦 对 可是 县市选举 因为今年的决胜点都在北台湾嘛 对 可是可能他也没招了 没什么用 就过去的路数 我通通再走一遍就对了 来 宾哥 其实 今年你没看到吗 过去 民进党早就在那边呼吁返乡投票 然后叫年轻人出来 对 但今年他几乎没有这个动作啊 那18岁公民权本来他们以为 这个可能会做一波来打的 可是其实在野党也都没反对这个东西 这个你在选举上就吵不起来啊 那选举上吵不起来的东西 对民进党来讲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啊 所以你看他这些18岁公民权 他有很大力去推吗 也没有啊 就是很平淡的这样去过 因为那个在选举上 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嘛 所以大家要过去过 不过就算 对他来讲 搞不好下一次选举再来应用 搞不好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那至于这个陈子瑜 我说真的 这个其实还好啦 因为网络世界就是这样子嘛 大家就喜欢看美女嘛 听到这个美帆去看又不用钱 一万个人来排队耶 是啊 排队绵延好几公分 所以你就知道在台湾确实是有租歌票啊 租歌票 不就是追新竹啊 追新竹 但是问题是这一万个里头 搞不好九千 九千九百个人都不是那个里啊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 不一定有太大的用处啊 反正就是热闹嘛 至少要达成他的效果就好 倒是 但是我觉得 武董说 蔡英文就是不会辞党主席 我的看法是跟亮哥比较接近 我认为 他应该还是会 假设陶元真的输掉的话 他应该还是会辞啦 只是他可以 寻过去的 索隆太模式啊 再找一个这样的傀儡来啊 还是实力上 目前有听说 目前有听说 就过渡一下这样子 目前人选都浮上来了 谁啊 可能是我不能讲 因为我觉得他们过去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存在 我就再利用一次嘛 有什么差 而且党实际上 还是在蔡英文的掌控 所以我个人认为 那个对蔡英文来讲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啦 那至于说郭董的话 郭董干嘛要很明白表态 因为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挺高安 像前两天 他们有人不是去打说 你跟那个高安 那个影片是合成的 嗯 我就觉得你以为高安是250吗 假设他没有经过 郭董同意去合成 他不怕被郭董告 嗯 所以他只要敢把郭董跟他 就算是合成的影片包出来 就表示郭董同意嘛 表示郭董支持他嘛 那奇怪 郭董支持高宏安 是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 我真的搞不清楚 然后有人硬要去炒作这个 我是觉得蛮无聊的 那甚至连郭董 写这番话之后 我是看得很清楚 他是很明显就是在挺高宏安 那当然 也有人说 他支持的是沈慧宏 像我们科威姐就说 他支持的是沈慧宏 老实讲 我觉得你说林庚人 林庚人至少还有这个 科技管理这个学历 对啊 那沈慧宏到底有什么地方 跟科技有关 他是交通的 如果这样都表示郭董挺 沈慧宏那郭董可能挺的是我 因为我以前讲的是外星人 外星人绝对高科技 对 所以难道他挺的是我 所以我觉得那种 那种瞎掰真的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新竹这一局我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高宏安 他对助理费这个东西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处理 他今天这个记者会开的 看起来是没有解释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 会是重伤 那至于说郭董 为什么没有名字 要去讲高宏安 因为郭董 他也许不一定会从政 但是他没有必要去打坏 这些关系嘛 也许未来 你要知道有的时候 郭董想法很甜蜜蜜蜜 搞不好过两年 他引头又上来又想选 对 那你们第一个选项 加入民进党正宜 我觉得极端不可能 感觉不可能 不是 他加入民进党 以郭董的个性 他如果不是要去选总统的话 他加入民进党当个党员干什么 他有病吗 就是为了要选总统加入民进党 那你觉得民进党可能推他选总统吗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这根本不是个选项 甚至哈宁跟柯文哲搭配 我都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柯文哲一定是要当政的 不然他要干嘛 那郭董难道愿意当富的吗 如果能够成的话 那上一届他们就这样选 上一届也没有这样选 所以我个人认为 恐怕他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才是最大 第三个选项最可能 对 我觉得 那至于独立参选 上次也知道 如果要独立参选 上次他也可以独立参选 所以我觉得郭董大概保留一点 他跟国民党资金的关系 再看未来情势变化 所以这一局他也不想要得罪国民党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来 请教我们的帅将军 我想刚刚韩濱分析很有道理 因为曾经跟国民党合作过一次 吴敦毅把他弄出来 对不对 当然在他出生背景 跟他以前的工作环境来讲 民进党不可能接纳他 那还得了中资的老板来了 对不对 所以至于将来跟独立伦是怎么个合作的态势 我们还看不出来 因为你不当正的你去蹭什么东西呢 可能要一个关系吧 另外讲这个里长的问题 我们台湾同胞很喜欢看热闹 我举两个例子 我读初中的时候要到中和乡上去 经过中正桥 就是那个银桥 同学恶作剧 大家就趴着那个桥栏杆 指指点点桥下 因为那个时候 中正桥常常有佛师 什么东西 然后旁边就开始剧很多人了 就在找哪里哪里哪里 然后我们这几个恶作剧的就溜掉了 结果一看还剧一大堆 这个什么就是看热闹 还有一个呢 新生戏院失火 你记不记得 那个凯莉舞厅 那个凯莉那个餐厅旁边 那个跳舞的人 被熏着爬到窗子外面 你看下面拘了这么多人 消防队都进不来 下面看热闹的居然还在讲什么 跳下来啊 跳下来 因为跳一个就摔死一个 所以这个人性就是这样 你说一个里长 观察一个里什么事呢 是不是台北 那长得漂亮 对啊 长得漂亮 值得你去排店去看嘛 那是不是我们美女太少了呢 这就是看热闹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热闹 也是选举中间的一个 就好像那个黎泰院那样 压死一百多个人 不是凑热闹嘛 是 万神节是你韩国的节嘛 是 对不对 不过像这样凑热闹的心态 可能譬如说有一些政党 或是政治人物 会把它利用来 变成选票 对 变成帮助自己的力气 对 他就是找一个比较当红的 一下民进党当初选 陈世忠不就以为他 天天出现在荧幕上 对 他就没有估计那个仇恨值 比那个曝光率还高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错误估计 是 第三个我也认为蔡英文不会下台 不会下台 只是党里面派去斗他会斗 斗完以后分到些什么东西 用这个做借口 是 对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国际间的大事 今天下午的五点半 也就是再过大概20分钟左右 再过13分钟左右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大陆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要见面了 这也是拜登他担任总统之后第一次两个人的实体见面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这场全球瞩目的拜习会到底会谈什么 美国国安顾问苏立文先说了 他说美国不寻求跟中国发生冲突 所以一切都是平和的 不过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 NPR却引述了一个不愿意聚名的美国官员说 这是第二次冷战开始之后首次超级大国的峰会 美国把它定调 现在美中的对抗叫做新冷战 第二次的新冷战 那这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峰会 讲到红线我们也可以看到 拜登在这场拜习会之前已经说了 他会画出一条红线 他是怎么讲的呢 我们来听听看 好我跟他很熟 我跟习近平很熟 我们中间没有误解 如果没有误解何必要谈呢 我们看看过去五次啊 两个人其实透过视讯透过电话 已经说过很多次的话也对谈过了 可是这五次呢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真真切切在说什么 只是结束视讯之后呢 当然都会对外界宣布说 诶这个通话非常的平和非常的顺利啊 两个人必须讲都是各说各话 没有共识 所以这一次在G20 两个人会不会也会讲出一番所谓的共识呢 这个红线是不是会真真确确的画出来 我们也不抱很大的期望 只是说像这样地缘政治因为太过复杂 恐怕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贸易战跟晶片战 可能会有一些进展吗 希望是这样 因为全球都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对干 在这个互相封锁 在互相仇视而变得有一点点不稳定了 我们来看看叶伦 叶伦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他说美国没有意思要瘫痪中国的经济 所以我们希望寻求稳定的关系 叶伦说我会跟中国的人民银行行长义刚 会讨论很多议题 包括全球的挑战 还有中国封控之后造成的供应链 短缺等等问题我们都会谈 我们也可以看到IMF的总裁已经警告了 你这两个国家其实很坏坏 为什么你的对抗已经为我们全球都带来了风险 本来这个贸易经济是一环扣一环的 全球化之下你现在要对抗了 我们的风险很高 全世界都受害 我们看到美国的晶片法案 大环境之下拜习会的基调是 两大经济体可能会迈入下面一个阶段 我们也可以看到 事前两边的首长都在放话 包括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说我们这也是不得已 这个晶片法案是因为我们要保护国民免受中国的侵害 因为中国大陆他利用先进的技术来伤害盟友 这是美国的说法 那中国大陆说你根本就是在瘫痪我 你根本就是在封锁我 在我的科技还没有完完全全赶上去之前 你要切断我的生路 那我们来看看赶在中国面前 中国跟这个习拜会之前 这三个人已经先坐下来谈了一轮 哪三个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包括南韩 他们在金边已经有一场领袖会谈了 这是东协十加三的会外会 讨论什么因应北韩之策 那还有没有谈别的呢 其实大家也都在关注 而在G20峰会的时间点彭博也说了 有八件事值得大家来关注 如果没有大家闹翻 大家没有先桌 没有公开争吵就是最好的结果 不要期待太高 因为太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包括俄国的油 它的油价还在上升 还有粮食也在上升 G20内部的各成员国关系非常紧张 而且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已经有矛盾了 还有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 现在已经降到冰点了 坏到不能再坏了 有没有可能重修就好呢 我们来看看最近有一个新闻 朝靖之路 有一名中东人 他其实已经规划美国 他是美国公民 他跑去朝靖 结果被杀国拘禁 因为在排队的时候 大家一言不合 有发生口角被抓起来了 另外白宫就说了 拜登没有计划在G20峰会 G20峰会跟沙烏地阿拉伯的 沙尔曼王储来会面 所以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 以及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在这场G20能够有一些 找到一些复杂的线头吗 我们来问问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两个人要见面了终于 难度非常的高 你看拜登讲话你就知道了 他现在突然之间又说跟习近平很熟了 中国以前说这个习近平是我们 那个拜登是我们的老朋友 拜登立刻说我不是他的老朋友 你看讲话多颠倒啊 然后去之前还开记者会放话 我们绝对不会做根本的退让 而且还加了一句 说我们没有要寻求他的看法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看法告诉对方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事实上只是要互相说明自己的红线 比如说美国就是说 你不能用武力处理台湾 对不对 那北京就是要跟他讲说 这是内政问题 你第三国你不要给我介入 诸如此类 所以等于就是什么都没谈 不是吗 所以而且你要做那个贸易战 金面战这种细节性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级别太高了 就底下的人去谈 也不会谈啊 你看那个叶伦讲的话 跟那个Ramando 刚好互相矛盾啊 叶伦讲的是经济逻辑啊 Ramando讲的是国家安全逻辑啊 两个方互相矛盾 所以连自己都没有整合好 要怎么谈啊 就跟戴琪嘛 戴琪连来都没来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 可能在台海问题就是各自说红线 那真正要谈的可能是北韩 还有俄乌战争啊 因为这个就是 他们至少有一个方向感 比如说 朝鲜半岛这个和平稳定怎么处理啊 那俄乌战争总是要停火吧 这怎么处理 至少你目标要一致啊 你目标如果不一致 你怎么谈 那台海问题双方目标不一致啊 因为北京要统一啊 美国是要安全稳定 不一致嘛 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是 目标一致的议题 才有机会谈 那贸易战跟科技战目标又不一致 怎么谈 所以我觉得最后可能谈 有一点点方向感的 应该是北韩的问题 还有俄乌战争的问题 这是比较实质的东西 来 请教将军 没错啦 你假定说真的要谈的话 像贸易战跟金片战 大家都在看嘛 是不是会有点让步 我跟你讲 这种要让步也要 经过大量的幕僚会议 那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主帅的元首出来做个认可 这就是会议的结果 那显然没有嘛 而且刚刚亮亮讲的对 划定自己的红线还要扣人家的帽子 对不对 就说是因为你什么 因为拜登回去以后 不管他拨不拨脚 民主党也要抗中 共和党也要抗中 两个在比利器的时候 抗得更厉害 那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示弱呢 我想这个峰会的意思就是说 向大家表达借机会还做点外交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是最好做外交 因为大家都排了队要去见他 那拜登显然也是想 顾顾自己的庄角 挖挖对方庄角 搞这些名堂 我想这个会议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 俄乌的和谈的问题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完全不成熟 要有的话 轮车时机不会那五个条件 开出来这么硬啊 那俄国会答应嘛 对不对 俄国现在也不是没有实力 守住它既得的利益 我们讲既得的战果嘛 所以这个东西还有得僵呢 当然全欧洲 包含全世界都认为 俄乌战争搞乱了全球的经济 搞乱了全球的秩序 这大家会指责的 所以美中要谈俄乌的问题 也是在互扣帽子 不会有什么好颜色相像 像美国媒体讲那句话 没错 两个不吵架就不错了 对 只要不要翻桌就不错了 能够不吵架就不错了 对 其实没有任何可以 你其实北韩听俄罗斯的话的程度 还是听中国的程度哪个高 你找中国来谈 中国这个时候何必 我只要不很支持就好了 对不对 我想这个 刚刚列出来所有的项目 没有一样能够达成 这就是国际大拜拜 所以大家也不用期待太高 我对这个会议一点期待的 就是一个例行的大拜拜 大家去那边度个假 都要出来 拍个照 都要跟最红的明星拍个照 讲个话 是 好 来 请教兵哥 所以习大大现在变成 集团体陈子余 最红的明星 陈子余 陈子余 是这样吗 那我是同意 我认为也不会谈出 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出来 其实他们两个愿意见面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因为过去这段时期 真的闹得蛮僵的 那现在等于双方都有 重新谈判的筹码 因为习大大已经确认 连任第三任 那拜登也度过其中 看起来 至少不管怎么样 就算输也输得不难看 所以 双方各自又有一些新的筹码 所以重新又可以开始再谈 那双方见面 我个人认为 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说 期待说 他们能够借由 一个集团体的碰面 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我个人觉得是天放夜谈 那实际上 就是大家慢慢 重新开始接触之后 那大概下面的人 又要重新再炒一轮 炒一轮之后再看看 跟着局势的变化 看会有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你这边提到说 沙国公民遭拘禁 你们认为这是沙国跟 美国关系恶化的开始 我不认为 因为这个新闻 你仔细去看的话 是这个美国公民 自己太白目了 我老实讲 他去人家那个地方去朝静 然后结果呢 因为排队发生一些纠纷问题 结果人家变异人员上来问他说 你刚刚到底怎么回事 他居然直接在那边呛说 要不是这里是麦地娜的话 我就把这边移回行地 那你不是当场让人家觉得 你是恐怖分子吗 那所以被人家抓去刚好而已 所以在国外 我们自己的公民也是一样 在台湾有些话 可能随便讲讲就算了 在国外你这样随便讲讲话 真的有可能会被抓去的 这绝对不是骗你的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更认为 当然沙国现在的关系 跟美国也不是挺好 那跟中国大陆好像走得比较近 但是我也不认为 沙国会因为这样 完全断掉跟美国的关系 然后全面倒向中国大陆 我认为不至于 他只是在某一些东西上面 他可能没有那么配合美国而已 所以我认为 大国博弈才刚刚开始 你要知道1970年代的时候 苏联那时候跟美国在冷战时期 冷战最高峰的时期 那时候苏联的GDP 只有美国的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不到 那现在的中国大陆 已经有美国的GDP的三分之二 所以这个对手显然 至少在经济上 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比前苏联还要强大的对手 那美国一定会用更多的布局去弄它 那不管是晶片战也好 贸易战也好 甚至军事跟经济双管旗下也好 我觉得这两战会打了非常非常久 应该又是一个二三十年的进程的事情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心急 慢慢看总会看到结果 而且现在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对 其实对人类来说 这是很煎熬的一场战争 因为我们的能源 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现在大家都在抢能源 你知道法国今年的冬天真的很难过 也很冷 很多的民众为了要付瓦斯 付这些电力的费用 它已经竭尽所能了 所以你看到法国的核电长 现在就说我供应拉紧爆了 所以我要重启核子反应炉 可是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维护的这些工人罢工了 因为他们自己很多方方面面的不满意 所以他罢工了 拖延了重启核子反应炉的进度 加重了欧洲能源短缺的危机 我用核子就用核能来发电 也一样要供人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有好多好多的新闻跑出来了 包括德国的能源公司 它说我被俄国制裁 因为你制裁人家 人家也制裁你 它没有办法获得天然气 所以这家公司就像印度国有的天然气公司GAL 我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供气了 GAL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今年5月就要中断了 所以德国跟印度又有纷争了 你看到这个消息来源就说 为了解决这两国的纷争 就供应异化天然气 这件事情两国已经出现了 互召见外交官的情况 当大家已经为了能源打破头的时候 真的是撕破脸 我也不管了 我就互相骂你 然后互相把你的外交官给叫来骂一顿 不只是这些纠纷 你看到欧洲欧盟两个非常核心的国家 德国跟法国现在不服或者不合 这样子的事情已经浮上台面了 德法原定10月底要举办联合内阁会议 可是延期了 现在又不开心缩小规模了 两个人已经不合了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大家也都还在观望 因为能源的危机 对中国的关机大家不同调 还有提供乌克兰武器的议题 也有人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这样子的内讧以及分歧都在扩大当中 裂缝慢慢的浮出来 而且越裂越大 我们就看到德国的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这位约斯卡费蛇尔他怎么说 他说法德轴心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力量 过去大家是好朋友 所以某种程度也团结了欧盟 可是现在开始争吵不断 而俄国俄罗斯 如今成为欧洲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 这种老关系的健康变得比以往时候都更重要 所以大家当然希望你团结 可是欧洲就是不团结 因为有太多赖以为生的资源都在抢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现在有一点点改变了 他宣布要放宽防疫 之前他对这个防疫非常的严格滴水不漏 现在要慢慢的放宽了 于是世界各国大家都在等待说 这个观光客是不是要来了 这个放宽之后 是不是有一些消费力要慢慢的释放出来了 你看到欧洲 你看到日本 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商人也好 当地旅游团体也罢 都在期待 所以很多奢侈品的巨头股价大涨 大家知道在法国在德国 那些奢侈品的街头 就是以这个奢侈品集结的这些街头 现在没有中国观光客 当然都很萧条 所以他们都在期待这一股强劲的消费力 也带动他们的股价大涨了 而乌克兰战争大家都在谈 现在乌克兰已经收复了赫尔松 那美国说 你这个乌克兰你就见好就收吧 赶紧赶紧的和谈 那收复的赫尔松 撤兵之后 俄罗斯撤兵之后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开心的场面 妈妈抱着自己的小孩 这个是乌克兰的大兵 然后大家在亲吻在拥抱 那当然他们已经受苦了八个多月 打仗打了这么久 可是和平真的会来吗 你看到英国的国防大臣怎么说 他说俄国对失去赫尔松的控制 已经有担忧也有失望了 所以恐怕他不会善罢甘休 还会派出更多更多的炮灰上战场 还会有一场应战 而我们看到普钦他缺席了G20 可是他打电话给伊朗的总统说 我们这两国要加强政经合作 而先前伊朗有供应俄国无人机 大家都印象深刻 所以未来这场战争恐怕还有很多的变数 我们先请教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从能源欧盟的闹不和 一直到俄乌战争 这个没救 没救 不是啊因为就是没有能源 所以大家在节一说死 那现在好不容易 因为法国他在 他有核能如果全部把他的量能都发挥 他可以运送到周边国家 那因为你现在又通膨 所以劳工又罢工 这个就是环环相扣 然后恶性循环 就是劳工要先加薪他才要动工 然后没有动工就没有能源 那能源就更贵了就这样 那可是劳工真的就是觉得他薪水变低了 就是因为通膨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早晚还是会处理 现在重点是其他没有能源的国家怎么办 你除非美国愿意降价 否则我认为真的大的趋势 还是希望俄乌停火 然后是不是允许让俄罗斯的人员恢复交易 这个恐怕才是欧洲未来的两大议题 那停火我认为有机会谈 那和平协议是不可能 因为乌克兰不可能承认那四周被占领 那可是停火有可能 可是停火还没有达到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可以允许部分的俄罗斯的产品来做交易 这个就是欧盟自己要做出决议 因为有一些国家已经被判了 比如说荷兰 荷兰已经公开讲了 说我人员我要开放了我不管 他制裁了91项 荷兰自己宣布开放13项 美国有说什么吗 没有 因为美国自己也在作弊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不要当伪君子 就德国现在 我跟你讲 现在最大的伪君子就是德国跟西北欧 就北欧国家 真的有严格执行的就是北欧 这点我要服气 那主要因为他有挪威 那英国也强制执行 那德国也比较有执行 那坦白讲 你只要是东欧南欧 通通都在作弊 要不然他活不下去 本来就是 这个很现实 所以我觉得恐怕他要自救 就是是不是开放部分的俄罗斯产品 可以交易 还有粮食 粮食跟人员是最基本的 那其他以后再说 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招 不然实在是想不出招 好 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最新画面 是来自于巴黎岛的拜席会的现场 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在握手了 而刚刚这个卫星已经断了 对不对 至少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握手了 所以拜席会正在登场 正在发生 等一下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为您插播 我们来问问看帅将军 帅将军你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局势 好像还有点希望的样子 第一个你想 俄欧战争会停吗 轮车司机 刚刚收服了赫尔松 全国一片欢腾 代表他 他老不幸的作战意志还不错吧 对不对 俄罗斯 俄罗斯号称战斗民主 结果发生仓皇撤退 遗留大部分的军品 那在我们军人来看 撤退到这种状况的话 就是溃不成军了 因为你炮弹度已经很缺乏了 对不对 还要跟别朝鲜调货 跟伊朗要无人机 结果在乌克兰曝光的 很大的大批的弹药 那代表撤军不是一个很有次序 虽然好像普丁还讲说 我人员撤回来了 人员撤回来了 所以这个俄乌战争 大家都在撑 还在等 撑什么呢 就是看你 能撤司机来讲 就是看欧洲的支持 还能不能继续 当然美国是希望继续了 但是欧盟 愿不愿意拿那么多钱出来 这有问题了 所以俄国也是讲 我看你能撑多久 对不对 那俄国就说能保持战果 是最大的希望 所以这个谈判 解决不了问题 刚刚停火协议是可能的 因为我们看战史里面 停火很频繁 很频繁被撕破 只要双方自己有点 有点实力了 要要欲动了 就扯了这个条件 就打 这是我们国共立战的 这种经验太多 所以这个停火协议是短暂的 可期的 比如说 欧盟要求你这个 把粮食运出来 或者怎么样 这个都可能 阶段性的会 最悲哀的就是德法两国 这两个国家 本来是欧盟里面的轴心 是 那马克宏现在又比不上 像戴高乐那些 能够掌握全国这个意志的领袖 我的印象里面 我去法国三次 三次都碰到罢工 法国人很喜欢罢工 他们很爱罢工 动不动就罢工 对 第二个 看他的电视也很无聊 都是谈话节目 对 很多年完了以后去看 还在播艾滋传那种落定 比美国电视难看 难看很多了 真的不能看 比台湾难看 但是照理讲 它是一个真正有完完整整 国立的一个国家 不像德国的国防一塌糊涂 那德国现在也很奇怪 你本来是很有钱的一个领袖 碰到他自己的内阁的结构 跟这个消质的软弱 一天到晚变 所以这个欧盟能够团结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就沦为被美国操纵 你原来不是讲好跟中国要交易吗 回去以后电子厂也不卖了 那很简单 拜登一句话就叫你垮了 所以这个问题 刚刚他讲的欧盟的事情 误解我也同意了 真的是误解 这个东西就是 等到这个冬天下面 在情况更恶劣下去再看 那真的叫分崩离虚 还不够痛 等到痛够了 可能就有一些解放了 都是一样的 是 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来自巴黎岛 在这个G20的现场 您刚刚看到的是 拜登跟习近平 已经先在进场前握手了 现在两个人 慢慢的进入会场了 这是一场 很多人 应该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 所谓的拜席会 这也是第二次冷战之后 美国人的说法 第二次的冷战之后 两大巨头 两大巨头的坐下来 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应该是会谈 那到底会谈什么呢 刚刚现场来宾都说 其实可能没有实质的交流 没有实质的结果 可是坐下来 并且可以顺利的谈一些议题 恐怕就是全人类之福了 或是大家想要看到的 我们持续也会把画面送给大家 来请教兵哥 兵哥你怎么看 其实都很明显 他们一开始就讲 不会发联合声明 就不要是 他们基本上 就没打算要达成共识 只是大家先礼貌性的会面 大概就是把 过去这段时间累积的 这些火药味稍稍降低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只能说就是重新 大家再重新尝试沟通 那能够沟通出什么结果 没有人知道 那我是注意到拜登一坐下来 那个小超就拿出来了 所以只希望他不要念错 大概只能期待这样子 不过念错也没关系 反正习近平应该听不懂 所以我就觉得 中美这边看起来 目前局势大概就是僵在那边 可是欧洲看起来局势更僵 而且欧洲的局势僵是 马上要出人命的 因为现在真的开始冷 你真的开始冷 欧洲那种冷不是台湾那种冷 那真的会死很多人 而且显然这些国家的政府 都已经无解 那在这种无解的状况下 如果你不赶快 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恐怕真的 我们就陆陆续续 看到很多人 就会走上街头 那这些政府恐怕 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现在他们政府 已经够不稳定 马克宏为什么现在 但没有戴高乐的那种宰致力 因为他是很勉强才赢的 他就赢一点点而已 所以他在国内 本来也说不上太多的话 那在这种情况下 萧之自己在国内 好不好到哪去 那你没有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出来 像梅克尔这种领袖级的人物出来 或是之前那个德国 那个女总理这种出来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恐怕欧洲就是 要乱到他们各自的政府都被民众 逼得不去做重大的决定 不然的话不会有什么变化 是您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在巴黎岛登场的G20 包括拜登 包括习近平 两个人刚刚在进入会场前 已经握手了 现在镜头对准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 他正在发表 可能是一个会谈前的一个Greeting 那他旁边作者的人 是白头发的应该是叶伦 美国的财政部长 虽然镜头有点摇晃 可是您可以看到 在闭门会议之前 记者被允许拍到两灶 两边的人是坐下来谈判的 那包括中美贸易战 以及晶片战 或者是台湾问题 台海的安全问题 可能都是这一次 拜习会的重点 现在镜头对准的是习近平 习近平正在发表 对拜登的可能是欢迎 或者是见面的一些客套的话 因为通常以记者 我们之前的经验是真正谈判 或者是会谈的内容 应该是让记者都离开之后 他们才会说 等一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终于 总不能像金正恩还要借车子 借飞机吧 应该是让他们拍三分钟 然后就把人给记者 都会被赶走 对 可是为什么晃成这样 我觉得那个是哪里的画面 RT吗 还是AP AP 美联社 美联社的画面晃成这样 他们有用脚架吗 可能手持吧 好夸张的晃 这个看到的是那个 他们的外交部部长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部长 只有习近平没有戴口罩 对啊 没有 拜登也没戴 拜登也没戴 就是最高领导人 不懂 We all care a lot about it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our two countries and peoples and it is not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pects us as leaders of the two major countries we need to chart the right course for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e need to find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going forward and elevate the relationship a statesman should think about and know where to lead his country he should also think about and know how to get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wider world in this time and age great changes are unfolding in ways like never before humanity are confront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world has come to a crossroads where to go from here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is not only on our minds but also on the mind of all countries the world expect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and for our meeting it has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so we need to work with all countries to bring more hope to world peace greater confidence in global stability and stronger impetus to common development 可是還是 大趨勢還是往下 對 沒有錯 in our meeting today I'm ready to have a candid you覺得誰一定要不多走 as we always did have a candid and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with you on issue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China-U.S. relations and on major global and regional issues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Mr.President to bring China-U.S. relations back to the track of healthy and stable growth to the benefit of our two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as a whole thank you 所以您旁邊的是被這麼出口 whwen 記者在喊話 沒有欸喊一下 還有有人一直叫你走 pays 所以會有一些騷動 eri 他們肯定已經會被請出去了 IB lekking 波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沒有帶腳架 不 他沒有帶腳架的 我覺得很瞎欸 是不是因為大家就是在跑來跑去 所以沒有帶腳架 因為我們是訂美聯社跟RT嘛 路透社 美聯社AP 因為上次你記不記得 習近平跟馬英九見面那一次 也是晃得要命 晃到一個頭都暈了 還是擠來擠去腳架是有的 剛剛看到一個腳架 人擠來擠去就沒辦法 被獲准進去的應該不是很多家 照理說大家講好 就是每一個人就站好就好 可以串給別人嘛 好 剛剛拜習會在巴黎島登場了 你可以看到包括習近平 包括拜登 雙方坐下來 開始初步的交換意見了 來請教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拜習會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好的開始 可是會有好的結果嗎 好的開始是 美方說大概需要四個小時 會談嗎 對 對 就從五點到九點 這個比預期要長 那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一起吃飯 應該會吧 不一定 如果談得不好 就會各自帶開 那就簡單吃個工作餐 那上次阿拉斯加那一次 我記得王毅跟楊潔篪都不吃了 因為心情不好 所以當然最好的狀況就是 雙方就邊吃邊談 那就是心情放下來 因為五點到九點 不太可能不吃東西 可能有三明治什麼的 對對對 可是四個小時比我預期要長 對 那因為他是同步的 所以並不是說我講完你翻譯 我講完 所以四個小時真的蠻長的 那表示他會cover的議題會很多 所以我覺得 還是先從中美的基本問題說起來 應該還是 所以你剛剛列的問題 應該都會cover到 包括台灣問題 包括晶片的問題 包括貿易戰的問題 應該都會囊括在內 哎呦 如果 如果你扯到 因為 中國最近那個 你不是說要綠能合作嗎 那新疆的產品還卡在美國海關 是 你用新疆人權為由 那你要綠能合作 你剛剛講的是三個已經發生了衝突了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美方希望合作的事項 美國希望合作的事項 那第一個是氣候變遷嘛 那就是綠能嘛 那你卡新疆的產品你怎麼合作 新疆佔全世界太陽能產品 25% 那另外一個就是反毒的合作 就是中國停的那八項 那另外 那個 這個所謂停止暫停接觸的部分要不要恢復 我覺得這個有機會 有機會 就是暫停接觸的部分 對我們台灣來說核心問題就是台海的安全 紅線 紅線 可是聽起來應該是各自的紅線 因為拜登先講 然後趙立堅就不客氣的 這個吞回去說 我們也有自己的紅線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不會有什麼共同的紅線 不可能啦 不會有共識啦 應該就是他講他的紅線 我講我的紅線 嗯嗯嗯 好來 孫將軍你怎麼看 我是覺得 真的有相對的衝突的這個議題啊 他們會用一個修飾到比較緩和的詞句話術來 但是原則上都不會變 紅線也不會碰 至於那個熱線通訊呢 我覺得可能 因為兩個國家都不希望因為擦槍走火引起的衝突 變成區域戰爭或者局部戰爭 這個可能會打贏的 因為第三個我覺得他們會回應什麼呢 因為他們去開會 太多國家的期待 期待你們兩個不要 俄武不要打了 你們兩個不要在那裡燒火了 或者經濟不要制裁了 是 他們要對外發佈他的理由 甚至於我為什麼這樣或者解釋 所以將來這個會談完了以後 你看到了這個占一大部分 你要真正看到 會談有什麼具體成果 那不必了 我可能把語言修飾 就不要像上次那個講的 你給我站的平等地位講話 不是你這一套 這種東西就沒有了 他們就會堂而皇之的這種官話講講 我記得美國的發言人有講說 這一場拜席會結束之後 他們會開記者會 可能就是雙方都會各自開記者會 講了我們這四小時談什麼 可是他們讓我們知道 就是有限的那些東西 真正談的是什麼 全部他不會告訴我們 細節一定不會告訴我們 細節絕對不會告訴我們 現在畫面是什麼 細節只是留意 這個還要看他的文字稿 因為上次阿拉斯加那個 中方在一個小時之後 文字稿就出來了 因為他沒送 所以他準備好了 對 他準備好了 那就是看這次文字稿多久會出來 因為現場一定有人在記錄 就同步在打字 四個小時真的比我想像中長很多 而且他不是同步口義 對 就是當習近平在用中文講 旁邊你聽到一個女生 就是直接用英文 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其實可以談很多事情 對 四個小時等於要把這段時間 所有的問題 至少都要做了 應該都會有理解 議題太多了 議題很多了 對啊 因為你如果要把朝鮮 跟俄武也弄進來 對 議題很多 很繁雜 各位有各的理由嗎 你講了半天 對 我剛剛看習近平一開始講的話 也蠻中肯的啊 就全世界大家需要交流啊 什麼的這些 對 沒有 他有講啦 說新時代要找江楚之道啦 就這樣 這個是會外的 不是閉門會議的 這個是商業的 叫B20 對 B20 那怎麼會 怎麼會送這個畫面給我們啊 因為沒有別的畫面可以摸 因為現在 政治又還沒開始 今天也是明天耶 小姐 對啊 那為什麼 今天他們是提前一天到 所以根本就還沒開始 其實對拜登來說 這個體力上面蠻辛苦的 他去了金邊嘛 還跟什麼韓國日本講完話 然後又飛到峇里島 是啊 他體力這麼差 有吃補品 吃雞精 喝雞精 他如果不敢在提前 開會的話 他很失面子的 對 你知道吧 他會被排到畫面 排到畫面後面 對對對 那就很太不給面子了 所以 再辛苦他也要 他也要爬去啊 等一下岸田就不顧面子 硬要擦十七號 理智比較重要 面子不重要啊 面子是不重要吧 對啊 你給拜登聽了 奶妮 其實我們應該要送拜登 喝那個我們 時尚玩家低基金 對不對 想時尚低基金 我比較擔心的是 就吃了喝了之後 四個小時閉門會議 那個攝護線不好的老人 沒有可以先去上廁所吧 裡面應該要有洗手間吧 有啦 對啊 對啊 一分鐘 那賓哥沒講 好 現在有一些新聞出來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8 7 6 5 4 3 美國跟中國兩大強權 討論到很多細節 但是可能不會達成任何共識 所以就直接 就是大概就一些細節上 我覺得恐怕這個就是在一些細節上 我們先避免誤會 先避免 先把雙方的紅線列出來之後 避免一觸即八的狀況 那剩下的我們再來討論之後 怎麼樣 怎麼樣再進行談判啊協商啊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有得談呢 這恐怕是未來的一年兩年三年 他們中美之間相對的態勢 大概由今天這個會做一個初步的提議 然後再來做一個後續的談判 美國方面有特別講說 他們在會談之後會跟我們報告 所以將軍你覺得 他會什麼時候跟我們報告 報告是對外 他跟中國一定會留下一些伏筆 後續啊